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接着继续咨询 我们请陈明文委员 陈明文委员 陈明文委员不再请邱志伟委员 邱志伟委员 邱志伟委员不再 请总统赵委员 总统赵委员 总统赵委员不再请郑天才委员 一个人六分钟 还是你要又改书面 好 六分钟 没有啦等一下啦 我还都还没咨询呢 我可能咨询二十分钟了 主席 各位委员 有请我们院长 院长请 抱歉 好 院长 这个 原住民组的议题啊 在整个中研宴啊 长期以来啊 你们现在已经七十年有了吧 中研院 对 从大陆时期 还算八十多年了 八十多年 然后来到台湾 差不多七十年了 对 都欠缺 对原住民族议题的一个研究 欠缺整体性 系统性 跨领域的一个原住民族的研究 在102年跟104年了啊 我在这个场合啊啊 也咨询前任的院长啊啊 要求中央研究院应该要推动 整体性系统性宏观性的 跨领域的原住民族 议题的一个一个研究啊 那我们看这个中研院啊 在101年的9月啊 成立了这个永细科学中心啊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他虽然是一个跨领域的啊 但是整个永细科学研究的计划 都没有原住民族的相关的这些议题 事实上如果我们看这整个建树 也这么多的建树 但是都没有啊 那106年 我们中央研究院的施政计划里面啊 这个民族 民族协研究啊 要将针对台湾南岛民族的议题进行 跨学科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涉及到有几个文化资产啊 智慧财产前习惯法与国家法律 再后重建等等 这个都都蛮重要的啊 人文及社会科学组啊 整合从事台湾以海外之南岛研究的一个 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啊 那个如果我们看这个整个106年度 这样的一个刚才我所提的这个施政计划 事实上这个 你们有七个单位啊 他研究人员他是去定行这个 原住民族的研究 七个单位 但是他是一个个别的 各自的 没有整体性的 欠缺它的整体性 欠缺它的一个系统性 这个宏观性 因为原住民族的议题啊 范围很广 范围很广 在你的整个研究里 那个相关的这些 这些单位里面啊 几乎大部分都会有 需要法律 法律也很多 像像我们的整个中华民国的法律 比如说我们几 亲属篇 亲属篇跟我们原住民族的 像母系社会的那个 无论是亲属关系 或者是这个继承关系 财产关系 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都必须要去研究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 呃 院长啊 你 今年到论嘛 是不是可以开始就 这个议题啊 能够重新 检讨来做一个推动 可以吗 我们的院里面计划行程啊 一般是两种机制 一个是由下而上 是由研究人员 根据学术上的需要 这个我知道 长期以来 将近70年的时间是这样 对 那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鼓励研究人员 就刚才委员提到那些议题呢 做系统性 宏观性 整体性的研究 另外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请政府委托 我们来做一些计划 这种是可以的 同时也跟委员报告 刚才提到永续计划 我们永续计划里面 跟原住民有关的 事实上也有 但是可能不是根据文化 针对原住民本身 譬如说原住民部落的土石流 包括在整个国土规划里面 包括整个永续 节能减碳的部分里面 这些虽然不是针对原住民 可是对原住民的生活 也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呈现 它并不是把原住民分开 说原住民跟其他非原住民 有什么不一样 在永续上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第一件解释 但我也同意友谊的想法 就是我们很希望看到 有这种整体性 系统性 宏观性 这个讲得非常好 这个对于原住民议题研究 各方面不只是社会生活族群的研究 而且刚才也有一位委员提到 我们希望加强帮助原住民 在其他领域 科学 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提升原住民整个的生活水准 跟他的研究能量 这是我们本院是很希望做到的 好 谢谢我们这个院长 能够愿意往这个方向去推动 希望能够尽快的规划 那我们看这个高中科普讲座及专题演讲 这边特别提到要平衡交易支援 这是对的 没有错 但是呢我们看那个106年度的施政计划 比较强调的是南北 常常会南北台中一中台南一中来合办这些讲座 有它的必要性 但是也不要忽略了 这个也要顾及东西部 东西部教育资源的一个平衡 因为在华联台东 也有这些树里以文的支援班 所以这个部分都必须能够考量 我们会在院里面大力提倡 最后这个近七年的知识饗宴 原住民族议题讲座非常的缺乏 整个七年都没有 所以你看我列了很多 103 102 101 都没有原住民族议题的一个相关的这些 胡所长好像有讲过 假如没有的话我们会增加 而且不管以前有没有讲过 我们也会再次安排 这个非常非常需要 对对对而且我想也会很吸引人 好谢谢 好我们接着请李燕秀委员 李燕秀委员 李燕秀委员不再请林德副委员 林德副委员 林德副委员不再请陈奈素媒委员 陈奈素媒委员 陈奈素媒委员不再请蔡宜宇委员 蔡宇委员 蔡宇委员不再请本席 那请柯次委员再有始有终 帮我带你一次话 今天让你预算可以删多一点 是我们请陈学生陈委员 谢谢主席 本会同任院长大家好 院长请 好请邀院长 院长好我是最后一个质询 那也不要压力太大 因为接下来压力比较大 是后面省预算 中文院难得预算 今天会省得如此的缓慢 那表示大家对中文院有一个 重新的期待的开始 但重新期待开始 我也觉得廖院长 你会不会觉得很不甘心 你看看 这是你们自己列的表 看这个预算表 这预算表 你看到你们自己的预算结构图 看得出来研究费 相对于人事费上面 你看得出来研究费比例 已经在下降 那接下来你就看下一张图 这是你们自己的图 这图让人看起来很感慨 这个用人费一直往上增 但是研究费一直往下减 更重要总经费 还在往下减 院长 那您回来有价值吗 中原院就是以研究为主 以研究为本体 如果一个归属于总统府的 一个这么重要的研究单位 但是它的预算 尤其在研究费上面 却逐年下降 总经费也逐年往下降 未来还有中原院南院 院长 你不觉得中原院有问题的吗 是不是我们的被重视程度 在往下降 今年文化部郑立军一上去 那预算成长得让你吓人 那为什么你回来 同样都是一个新人 那为什么你不敌郑立军 郑部长 为什么 我想这个问题 有两三个层面可以回答 第一个 我们从整体的 中原院的成就来讲 我想 当然我们希望增加预算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知道说 在国家财政拮据的时候 我们能够把预算用得更有效率 这也是很好的 所以 并不是说 这个预算 就没有办法成长 另外 南部院区买一个土地就将近要14亿 对 那我们也有在规划用其他的计划 其他的方向来增加中原院的研究能量 增加整体国家的研究能量 所以我们有其他的规划 那南部院区是一个例子 我们在南部院区做的研究呢 会跟南港院区有一些区隔 那我们会增加整体研究能量的角度 来进行规划方案 所以那个建设 那个研究经费再加上去的话 就会可能有一些成长 这成长是假成长了 就等于故宫 多了一个故宫南院 但实际上故宫本院 他的经费是往下降的 中原院整体经费如果增加 是因为多了一个中原院南院 接下来就是我最担心的 就是中原院南院 会不会变成故宫南院的翻版 这点院长 我特别要请你审慎省思 我刚为什么会先提这预算表 这都是来自于 每一个所大家心里面 都心知肚明 都知道我们的预算逐年在下降 期待一个新的院长 能够让我们有新的预算 新的能量 因为研究本来就需要钱 如果你没有钱 说实在 很多属于空想不能落实 你根本不知道研究出来成果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院长 未来你要给中原院院本部 多争取更多的研究经费 这一点我跟你拜托 谢谢 第二点对于中原院南院 虽然我们有很多 呃 选区的委员 对于中原院南院充满了期待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 不要成为故宫南院的翻版 是因为如果一开始你的定位不清楚 最后就会变成故宫南院的惨痛的教训 就会变成中原院南院的未来的翻版 故宫南院最近我一直在质询一件事情 不是为了十二兽手被斩首的事情 而是因为有一些地方人士认为 这十二兽手代表了统战的工具 那我就说这个假的十二兽手 都会变成统战的工具 那真正的中国的文物 包括我们在中原院的 那如果放在故宫南院的话 那不是真正的统战吗 所以我就跟故宫南院讲 你就回复到故宫南院 过去设计它原始的定位 就成为亚洲文化艺术的中心 以回到茶艺佛教 还有制品为中心 但是如果故宫南院回到这三项主展 第一个它没有好的典藏品 第二个它不会有精彩的展览 所以它又回头要去跟故宫本院借统战工具 回到故宫南院去展览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政治挂帅 让故宫南院未来定位不清 所以我这一次省预算 我就跟故宫讲 严格禁止故宫本院 所有跟中国统战有关系的文物 往南院去展览 因为我们要让故宫南院的文物 非常清楚走到故宫南院 自己原始设计的定位不能混淆 接着我们的中原院南院 我们设计是循环永续 农业生计及台湾文史 今天有委员问到为台使所 教区 我请教一下台使所 你说你要盖了新的大楼 在环平的 你是在南港院区呢 还是要到台南去 台原所愿意跟我讲一下吗 台使所 你愿意下去吗 这原来是规划的 规划我们是在南港院区 没有环平的问题 对那你要不要到台南去 我们在台南是要结合台南 其他的学术跟大学 学术机构跟大学一起做 开创新的研究 你看喔 所长的答复喔 就让我跟您回复一下 台南也有一个台湾历史博物馆 我也去参访过 从开馆的人次一直往下降 一直降降降降 为什么 因为台湾历史博物馆 能够看到的东西 比我们中研院 一个十余所的博物馆 能够看到的东西都还要少 它顶多只有 藏民文化的典藏 可是当时就是为了一个政治目标 所以我们设立了台湾历史博物馆 也放在台南 你去看看那个人次 今天如果我们要真正要做台湾文史研究 我们台湾文学馆也在台南啊 那台湾历史博物馆也在台南啊 那台史所也应该迁到台南 可是你问同仁有没有下去台南 不会 刚刚回答就是我会结合地方的人士 做一些跟台湾相关的研究 不是不是 可不可以让我回答一下 中文院南院的目标 是要新聘人员 我刚才已经回答过 就是从北部下去的是少数 是自愿性的 那不一定每一个人会下去 甚至可能不会有人下去 也没有关系 讲得很诚实 当时2000年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 就要求行政部门南签 最后勉强签了一个余悦署下去 让很多人那个妻离止散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没有人敢再签了 所以现在中游很担心 中游总部也签下去 所以你很了解同仁的心声 不是台南不好 而是有很多真的 那个心理的障碍不能突破 我们不是要要求的 北部的同仁签下去 我们要新聘人员 这点我们讲的非常清楚 好吧 新聘人员我请教一下院长 所长你可以请回 政治所筹备十年 我是政治系毕业了 我对这最关心的 第一任所长是我同学 吴玉山 也是我同学 也是你同学 我知道 好吧 现在政治所的所长是代理 对不对 冷所长 是 那副所长是不是代理 是 最晚成立的 筹备十年才成立的一个政治所 所长代理 副所长代理 但是因为他们所长身体有问题 是 很不幸 他得了很严重的病 我知道 但是我要讲是说 一个所要成立 一个政治所花了十年 要找到一个好人才 在这个位置 我们要等很久 所以所长现在代 副所长也代 因为我们要等到好的 最恰当的人选的时候 我们再来真逐 或找到最适当的人选 你现在中研院就要在南院 就要成立一个所或一个中心 我们不成立所 我们也不成立中心 我们是专题中心 是挂在研究中心下面 所以是任务性编组 那将来的运作方式呢 我们会想办法 在刚开始在既有的组织架构之下 能够运作 然后再慢慢修订 这个组织法 看找出怎么样适合当初的 未来的情况 院长 这是你很严重的政治难题 就像最近不小心都很恰巧的时间发言 未来你跟台大校长之间 可能两个之间会有心结 真的 但你讲的都是耿直的话 没有针对任何人 所以我希望你跟校长之间 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有任何的误会 但是台湾的政治就是很复杂 就像你讲的 把这个中研院南院看的问题解决很简单 一个环境有序 一个农业生计 一个台湾文史 每一个他要聘请的人 要用到的经费 超乎你刚刚所讲的远距控制 很难的 难道那边放几个工友 约聘雇人员就好了吗 不是的 院长 这是你政治难题的开始 所以为什么跟你讲说 故宫南院 不要变成中研院 南院未来跟他 从而变成翻版 我特别提醒在前面 好谢谢 但是我们选区的委员 对这个的期待 对 你要去跟他们说明 但是真的是 要把中研院的本体 一定要抓好 好不好 好谢谢 因为我们有很多委员 都要来审预算了 我做稍微 我不能够开恶力 好不好 我就止运到此 谢谢 好 谢谢院长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登记 咨询委员 进行发言币 另外有高路移用委员 提出书面咨询 那我们现在进行 106年度 他把我授手砍掉了 他把我授手砍掉了 那我不要让你说明 可不可以 好了 我们给他五分钟 我们公私分明的好不好 请蔡仪伟 一马归一马 一马归一马 好 好 谢谢赵伟 应该不用再解释瘦手啦 哈哈哈哈 来 请院长 院长请 我们蔡仪伟 院长不好意思 再占用你五分钟的时间 好不会 院长我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 我们中原院 针对这个技转的一个 技术转移的一些 相关规定 在收入分配的部分 目前的比例是怎样 收入分配部分 是大概 40%是归发明人 20%归本院所有 20%归于 这发明人所属的所中心 也是院里面的 也是院里面的 另外 另外20%归国库 20%归国库 对 所以 就我所知以这样的一个分配的话 中原院的话 如果是技转成功 是在20% 中原院目前 你刚刚说的是20% 院本部20% 那个所中心 也有20% 总共40% 那我这边有一个数字 是中原院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的技转的收入是不到2000万元 对 这个数字是正确的吗 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技转的收入 我们是看长期 过去几年 过去几年才刚刚开始 未来几年 应该会有稳定的成长 看长期 对 看长期 而且很多的这个 技转的收入是要达到milestone 才会有 还有一些技转收入是靠股票 也要靠公司股票上市 然后能够买卖的时机 我们才能够变为收入 所以 那个有一段时间 OK 那这个2000万 是指刚刚所说的 20% 还是20% 加上 創作人研究室的20% 那是40% 对 是40%的部分 所以这个2000万 是指这个40%的部分 对 40%的部分 那以这样的金额 这样的金额 不算高吧 这样的金额是不算高 就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 还要看长期 对 第一个看长期 在过去 未来几年之内 应该会 应该会有 过去中原院在 在技转最高的金额 是哪一笔啊 过去的记录者 金额来讲 是大概没有办法估计 因为很多的技转 它是以这个 股票来 来当做一个报酬 它不是以现金 对 它不是现金 大家看股票的将来的性 怎么样 假如说这公司成功的话 那股票就会变成这个 很高的价值 就我所知 过去中原院 前院长 翁院长 翁岐会院长 他的糖类的一个技术 就是授权给浩鼎公司 是超过五千万吗 诶 详细数字我不了解 超过五千万 对 好 那个制裁机长 就跟我讲 所以当它的 它的一笔的价值 那一笔的技术转移 对中原院来说 是等于如果 以今年来说 是它的两倍 两倍以上 所以这个对中原院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 研究成果 对啊 那 基本上我跟院长 报告这些 我只是认为说 我们中原院 真的 还 少了对 翁院长 的一个 对他在 再次的跟他说 他的任内 他在做的这些研究 确实是对国家有贡献的 那我看他的这个案件 已经審查 调查了这么久的一个时间 虽然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可是陆续呈现出来的 可以看出说 他确实受到 受到很大的一个误会 以及他在中原院里的一个 专业的一个研究 而且可以创造 一个计算 他是两次嘛 一次是OBI 822 一次是他的糖类 两次各 各都超过5000万 所以单这两次的一个计算 就给中原院有这样的一个 超过一亿 而且未来还会有持续的一个收入 这么重要的一个研究 我觉得说 我们国家是不是在这一次的浩鼎事件中 挫杀打击了一个很专业的一个研究的人才 院长你怎么看 我们对这欧院长的学术上的成就 是非常非常敬重 我们也知道说 他自从欧院长这个 回国之后 在台湾建立起这 糖科学 糖化学的研究 跟糖生物学的研究 这已经在台湾 在中原院已经深耕了 不止他个人的研究团队 在我们院里面 其他很多所的研究团队 都已经建立着世界级的研究能量 所以这方面 这个欧杀院长的贡献 是绝对没有办法抹灭的 而且我们也对他非常敬重 好 谢谢院长你的答复 那我第二个要去强调的 就是说 从我们2015年 这个季转的收入的 第一相对是比较低的 我会提出说我们中原院的一个研究 是不是太过于重视学术 反而是可以运用于实际 也就是商品化的一个功能 是不是偏低 这部分是不是请院长 也可以好好的 跟所有的研究人员 来讨论一下 我想中原院是以基础研究为主 我们尽量有机会 我们尽量商业化 但是我们不会 没有办法说强迫 这是没办法强迫的 但是我们可以 从这边逐步去鼓励 去努力 好不好 谢谢院长 谢谢 谢谢 谢谢张伟 中原院这次单位预算总共有119案 科学研究基金附属单位预算总共有24案 总共有143案 创有史以来 中原院最多的预算提案 也是给廖院长最好的礼物 好 那我们就尽量来省省看 那我们现在就进行讨论跟协商 那请议事员开始宣读 好不好 院长请 好不好 这边请 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審查中央研究院收支部分 最初部分 第二款 罚款及赔偿收入中央研究院550万元 第三款 贵惠收入中央研究院1千万元 第四款 贵惠收入中央研究院507万9千元 第七款 其他收入中央研究院1亿1379万4千元 最初部分 第一款 中央研究院第五项 中央研究院141亿7143万6千元 一般行政3亿6656万8千元 一般学术研究及评议62亿8千元 85万4千元 自然及论论社会科学研究 44亿8千511万3千元 福耀生机研究院区 13亿9千770万元 一般建筑及设备16亿3千380万6千元 第一备金737万5千元 好 好 第一案 我们先从税入开始 好 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 税入部分 第一案 姜云先提案 使用费会收入 姜委员比较多 吴思雅委员 来吴思雅委员先开始 第二案 姜云先 委员 那一个税入 其实我是小小的增加了300万 在我们的杂项收入里头的出售书刊跟景应费 那主要的理由就如我今天早上直询过院长 我们这么八个馆的这个博物馆所里头的一些出版品或者是纪念品可以更多元的做开发 那其实好东西让更多人分享 所以我你们是原本列了一百多万 一千三百多万嘛 我增加三百万而已 刚刚好而已 给你们砥砺 然后院长你也说你要大量的来开发嘛 然后那个总统也说了嘛 对不对 总统也说了嘛 宋言云应该多多开发 所以请大家支持本期提出来的小小增加三百万元 给你们更多支持的力量 谢谢 来 蒋委员 我想基本上啊 这个税入的部分啊 因为一百零四年的决算报告是一千四百多万嘛 将近一千五百万 那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只编了一千万 然后呢 一百那个一百零六年呢 这个编的是一千万 一百零五年是编了七百万嘛 然后 中研院跟附近 最近这些年来跟公私立大学合作研究机构 那公用的仪器设备使用呢 也频繁 所以应该也要增加啊 不要让这些仪器闲置啊 所以我是提案把这个收入呢 这个增加为一千五百万嘛 增加五百万呢 比照这个一百零四年的决算呢 来中文院有没有什么说明 那个体育馆方面啊 这个一下子要增加这么多 这个是有一点点困难了 你一百零四年的决算 就已经到达这个数字了 你一百零四年都可以达到这个数字 你一百零六年还达不到这个数字吗 好 呃 待会那个中文院院那个个单位要说明的时候 请您报一下你是哪个单位啊 呃大名 因为我们的公报处要呃 呃 要是腾血的时候要知道好不好 谢谢 好 来继续 这个副院长还静心啊 那个呃 那我们就努力达成好 好了那就是呃 场地设施使用费多五百万 努力达成 你全部达到吗 达到三百就好了啦 三百就好了好不好 不是还是不太一样哦 这四个是不同的税入 哦 乃公的是第一个是呃 设设备的 那斯瑶的是最后一个是 杂像是什么 对不起 因为刚刚副院长非常阿萨利啦 但是我相信他们在预算 今年做比较做一些简列式 应该有一些理由 那当然他们愿意正面来向上提升 但是五百万我觉得显然有困难 三百万好不好 对 这是我个人针对乃公这个提案 我支持乃公的方向 但我觉得五百有点多了 因为一百零四年就已经达到这个数字了 但我相信他一定有一点点有 一百零四年 两年前就已经达到 那他说明一下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会担心他达不到呢 我觉得很奇怪呢 报告委员 我是秘书长实名者 因为我们体育馆现在正在 那个重大整修 会有一段时间会关 换句话说 你们先给思想解释过了 反正没有跟我说明过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 因为 我 对我们那个体育馆会 应该会光 有一大部分会光管 三到六个月 所以应该收入会影响很大 对 对 对 就那三百 好 对 没有 整整修 那个因为屋顶漏水 编了将近七百万的预算 所以修起来七百万的预算 要修屋顶 所以至少 至少可能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要三个月的整修 就没有办法应用 就万一分 主席 我建议 刚刚讲说他们整修七百万的预算 要两三个月 那我们就抓三个月的整修 就没有办法开饭 原本四分之一 那奖委员也是好意说要求你们增列 因為你本來的104的決算數就已經有到達了 但是因為明年度要整修 所以我們是不要增列到500萬 增列個200萬好不好 你怎麼比思瑤說300萬 你還想200萬 思瑤建議的時候 他不知道體育館有整修 你們兩位去當副院長 我一毛都不要增加 好不好 200萬 給他們努力的空間 因為我們沒辦法在廣告的體育館使用 所以我們會儘量說做好讓大家能夠來 這不是說我們能夠去promote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儘量做好 我是說你們104年的決算都已經達到 比思瑤要再多一點點 思瑤要是300萬嘛對不對 就增加350萬嘛 還是300加200 250好了啦 好了300加200啦 250啦 稅路沒有 稅路有什麼關係 稅路都不能增加 那等一下 稅路我不增加 等下稅數我把它減少就好了 好啦那乃公我接受好了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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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300啦 300啦 350啦 300啦 還有300就好了啦 奶公 你是我最敬重的耶 310塊 310塊 310萬啦 310萬啦 好啦好啦好啦 310啦310萬 那第二個租金收入呢 310萬 奶公你要增加92萬1千元 10萬元 610萬元 10萬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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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500萬 好再過來410的300萬 OK 好 OK好 稅路可以好 那個接下來稅初哦 我們議事委員建議5案到17案 因為跟後面會有相關 所以我們先略過 然後回頭再來審 因為會先審到其他的案子 那我們先從一般行政 第一幕一般行政開始好不好 那 1819 我們先審1819 10 415700萬 59 委員 許贏傑 怎麼不一樣 同上 鳳姐先 來柯智恩委員 1819 好還有張廖萬金委員 不要給丟慢慢拉來 的一般行政 科委員 建議凍結2千萬 對 這個部分呢 裡面就是根據審計部的這個 這個審核的報告裡面啊 因為基本上30萬以下的話 這個採購案其實非常是不用報備嘛 但是就審計部的推估來說 中研院他未達30萬元的採購金額 大概有達50億元左右 那這個數字就是審計部推估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這個部分 因為你的採購問題還是需要檢討 所以我個人認為建議應該凍結2千萬 因為採購的問題 我覺得你需要給我一個報告 否則 如果推估打50億的話 這個金額是相當龐大的 完全沒有做到這個審核的機制 是事實上我們完全遵照法令 30萬以上都有照這個規定 就是我們完全有遵照法令 OK 那那個小額採購就是比較低於30萬這個部分 因為牽涉到整個個所的這個這個他們作業程序等等等等 那裡面也提到就是我們現在應該有一個統一的那個那個系統等等 但那個系統現在還在改進中 還在改進中 如果說現在嚴格的照著這樣的規定做的話 各所辦的採購包括原本部等等 這種小額這個部分的話 會造成非常大的困擾 實際的情況 那個請中文院的同仁 是不是麥克風靠近自己一點 然後也抱一下自己的單位 好 讓公報數同仁比較好 還是一樣嘛 包括你剛剛所提到的這些問題 你是依法 但是你還面臨上每個所會遭遇到的問題 我還是需要做一個很徹底的這個部分的一個檢討 所以我先凍結兩千萬 等你這個報告放上過來之後 我們再來解凍 因為這個部分還是需要好不好 這個地方還是需要 因為畢竟這個 好 我們就書面報告 我跟各位同仁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向下 我們有分了 有五個分支計畫 那如果我們這邊動的少 後面動的多 會有一點衝突 矛盾在 所以我們議事人員建議 是不可以先從二十案 先 二十二十一 二十二十一是一個 因為十八十九是最後一個總數 那我怕我們這邊動兩千 後面動起來超過五千 會有這個狀況會出現 所以 所以我們議事人員建議是十八十九 先不要動 不然你會到時候動太少了 所以我們先從二十二十一開始 二十二十一是一個向 動兩千 可以啊可以啊 動兩千可以啊 但後面你總數會超過兩千 再說 好好好 OK好 那張愛委員一樣是 然後就兩千 好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 二十二十二十一人員維持 好不好 或者二十二呢 我是動六千 這個就是主要的就是說 是我們特評研究員 說實在我這個在質詢的時候 我就已經質詢過 就是我們特評研究員 這個 對於國外揽才的這個部分 好像比較少 好 所以如何能夠來增加國外的揽才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 記得我在上上次質詢的時候 有詢答過 那 可是到現在為止好像沒有給我一個 具體的說你揽才的計畫是什麼 未來如何能夠增加外聘的揽才人員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最高可以給我到五十萬嘛 我們現在平均起來 好像只有二十八萬多 月薪 所以 如果是以薪資不夠的話 以這個數字 跟我們最高的數字來講的話 應該還是有差距的 那為什麼 國外的一些 有知名度的 或者有影響力的人 的學者 我們懶不到 原因是什麼 那我們要如何去做 能夠未來可以來更多的人才 讓我們的中院院 能夠聲望 能夠更提升 我是副院長 跟委員報告 主席室主任徐大遠 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特兵研究員的薪水 不在這裡面 這個人員為此 是我們的 院裡面的行政人員的薪水 所以這純粹都是我們 行政人員的薪水的部分 我們特兵研究員在我們的學省的 人事費那邊 報告完畢 那特兵研究員 預算辦在哪裡 在學省 在學省的業務計畫的人事費 這個人員為此 基本行政工作的人員為此 都是我們的行政人員的薪水 好 那你講的那個是在這個地幾項 沒有沒有 在學省 學省是什麼 學省 我們有分很多的業務計畫 基本行政是我們的一個 第一個的業務計畫 學省在好像第二個 我覺得在問你第幾個啊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 不是吧 你這樣講我等一下到這邊 我找不到啊 第二幕 對對對 學術審議 對對對 研究講助 對對對 在那邊 好 主席 這個一般的人員為此 如果剛才有這樣說明的話 我想不適合動 那我們現在法定人員多少 法定編制有多少 我們中原院的法定編制有多少 我們中原院的法定編制有多少 我們現在那個法定編制 法定編制 研究人員他有1300多 不過現在的預算年額並沒有那麼多 預算年額 103年 研究人員的部分是1057 那行政技術人員是321 這個是整個院裡面 103年是1057 然後之後 因為行政的那邊有 你法定人員的編制 你到現在為止 你到現在為止 一共用了多少 法定人員編制這一塊 現在我們營究人員有985個 行政技術人員有266個 總數呢 合在一起是多少 總是那個 應該是1100多 1100多人 那你預算編的 你這個預算編的 是依照法定編制人員編的 應該不是依照那個 總是因為預算編額 編制內的預算編額 行政那邊 會合給各機關 可以編多少個編額 各機關的編制表 實際上的編制表 都會比預算編額還多 那預算編額 還有100多個人 這個數字是空的 應該是說 我們本來的預算 就沒辦法編足 因為沒有給我們 那麼多的經費 所以我們的預算編額 是編足了 行政那邊給我們的 法定編制人員 跟你預算編制人員 有的時候會是相同的 有的時候會是不同的 有的時候 預算編制人員 會比法定編制人員 要少 對不對 可是你實際任用的人員 跟你的預算人員 可能會更少 對不對 如果更少的話 那也多出來的那些人 你預算 因為預算本來就不夠了 你別的預算幹嘛 預算本來就不夠 那你要挪入到別的同學嗎 假設我一千人 假設我一千人 應該假設依照他的那個薪資 薪資來編列 假設要100億的話 政府如果只有給我90億的話 我只能編90億 然後 我那個預算編額 還是要把它編足 就是行政院的那個人數 還是要把它編足 那事實上 等於每個人的人士會 可能 比如說90萬而已 假設本來一個人要100萬 我變成說 我預算編額編足的情況下 一個人可能實際上 只編了90萬 對 所以我現在的預算編額 編在預算書上 是依照行政院給我們的 那個預算編額有編足 不過實際上編的經費 並沒有辦法 所以換句話說 你實際的薪資 比你預算的 原額上面的薪資要高 對 如果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那個經費不夠 不過因為我沒辦法用完 今天如果我就說 我如果用滿 用那個預算額錢 不用滿的話 全部的那個預算 其實是不夠的 行政院怎麼可能不給人家錢呢 要用人不給錢呢 照說我假的 我有一百個人 我就應該編足一百個人的錢 怎麼還會給你打個九折呢 那你去佛編一些人員的數字 然後來補足那個百分之十 張委員 不可能是這樣 不可能是這樣 剛才這個 張委員我跟你報告 剛才這個 第二十條 這個人員維持 事實上是我們 一般的行政人員 所以他這個很難去刪 一刪就 我們就問題就很大 他不是研究人員 是一般行政人員 的這個費用這樣 是 因為剛剛講過 我們研究員是在另外 學術審議的部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一般 正式編制的行政人員 對不對 這個就是因為 審計部在審決算的時候 他都有提到過 就是薪資的部分 人員費用的問題 常常都有 用不完 然後到最後腳褲 然後影響到經費的使用 行政人員是編制內 所以我是想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可能沒有說明清楚 主席我可以發言嗎 主席我可以發言喔 我自己拿囉 好 我覺得剛剛那個 蔣委員的提案喔 其實在他的提案說明裡面 最主要其實是針對這個特聘 我的理解啦 是指出了這個特聘研究員 多數來自院內 少數來自國內大學 那他的意義和目的呢 還有我們原來設置的目的是希望能夠 從外國級的攬財 那這個部分沒有成長 那其實我覺得蔣委員 點出這個問題 我其實很同意喔 因為我自己在主決議裡面 第85案我也有提了一個主決議 就是我看中研院的組織法 在78年修正的時候 增訂了這個特聘研究員 確實他的利益 就是當時蔣委員 真的在說的要攬財 救國內外的人喔 但是實際上的狀況 我們來看到現在105年6月底 確實我們現在的研究人員是894人 特聘研究員有104 研究人員是330 也就是說這個特聘人員的比例 已經非常非常的高了 330個研究員 特聘人員又有104 那四分之三又都是國內 所以可見呢 國外的這個部分 確實是不足 就當時的立法 當時的意志來講的話 設置目標來講的話 沒有符合當時的狀況 那另外呢 因為我們又看到你這個 中研院特聘研究員的聘任 SOP裡面 其實就自己有寫 特聘研究 特聘人員的總人數 是以全院研究員的25%為限 那麼目前是已經超過了 所以我覺得 這是個問題 所以我的主決議是指出 我認為中研院 以重新檢討 核定標準 並明定合理的人數比例 和奉級制度 我是見請中研院這邊 希望你們能夠重新檢討 並且提出一個新的標準 至於是不是應該照現在這樣 我覺得就請你們研議 我倒沒有定見啦 也許現在這樣的發展下來 跟78年有不一樣 我覺得也可以 就請你們來討論 這是我的主決議啦 那我覺得奶公說的是一個好的一件 不過我覺得 既然問題找到問題 那我們來解決問題 倒不一定是從這裡 用一般行政人員的這個項目下面 動6千萬 我覺得這個可能 跟我們要找出問題 解決問題的方法 不見得完全可以達到 所以我在這裡做這樣的建議 我是認為不需要動6千萬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副院長周美穎 謝謝剛剛委員 我們那個特評研究員 這個會回去 在主決議上會再去檢討 那剛剛委員提到的25% 是我們有一個在整個整規 當時說院士是包含不包含在內 所以我們現在真正特評研究員的人數 並沒有超過整個研究人員的25% 扣掉院士 沒有超過 那個很緊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其他的大學裡頭 都有特評教授、講座教授 對我們做得很好的 你要有辦法能夠 讓他能夠得到這樣子的一個待遇 所以我們會 好 我想我跟蔣委員的意思都是說 既然當時是希望從國外也能夠攬財 那目前我們看到的是比較少的 那這部分是不是能夠 積極辦理 對積極辦理 因為國外攬財回來的年紀都不是很小 所以他過幾年就退休了 然後我們希望再往 再新攬進來 所以整個人數好像沒有成長 可是每年都有新來的 我們在座三位副院長 兩位就是國外回來的特別研究員 院長也是特別 秘書長也是國外回來的特別研究員 我們都會被人打成 我們被人打成一個很不好聽的名字 而且都有一個退休年齡限制 這個比薪資更嚴重的問題 攬財的問題 不只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修這個 一點用都沒有 遠比我們的薪水 遠比國外的低 已經低了 人家已經不care了 ok care是什麼呢 第一個台灣的研究環境 一般教授薪水那麼低 你從國外來 很高的薪水 人家也不會來 第二個 來了之後65歲要退休 超過70歲 要開始面對各界的質疑 這個在國外是不會有的 這兩件事情沒有解決 台灣不要想聘國外的人才 對 所以現在我們在講這個 還是過幾年 還是一樣沒有辦法達到 只能揹槌 車薪 像我們幾位這個 這個 這個 院長副院長 從國外回來的 除此之外 很少了 所以我們要 假如要全面解決的問題 還有制度上的 而且從這裡面 我真的覺得 最重要的就是 全面提高我們研究環境 包括教育 教授的薪資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機制 來提高 國內教授薪資 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的 也可以間接吸引 國外的人員回來 才不會讓他覺得說 我回來變成一個肥貓 變成一個劍靶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院長很進入狀況 如果照院長這樣講的話 那以後我們就 根本就不要攬財 因為既然攬不到財 我們也不必編這個預算 也不必去攬財了嘛 對不對 所以既然我們想要攬財 當然會面臨到一些問題 對不對 一個是我們攬不到財 一個是人家不願意來 那總要有原因 有這個原因 我們要如何來處理 對不對 我們要怎麼解決 朝著攬財的目標方面去走 這是我們的目的 我相信院長 既然以你的高度 而且從國外回來的 對不對 那你總應該要向上面去建議去 如果去整體性的 我們要去怎麼規劃 我們要怎麼去做 有關人才培育的部分 和攬財的部分 我們總要有一部分 一部分去走嘛 像歐院長那個時候 人才白皮書 就是中院院發起來的嘛 對不對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人才培育 對中院院過去來講 也是非常的重視 那今天不只是中研院 有關國外攬財的部分 其實各大學也面臨到這種狀況 我們怎麼去處理 怎麼去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有些方案都 政府應該要有一套方案 好了 美工講的非常有道理 我們今天不管是 好 謝謝 好啦 乃工真的講的非常有道理 但是真的要給中研院很好的參考 不過我覺得院長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高度那個角度其實是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我們如何攬財 我們要攬到什麼樣的財 我們給予什麼樣的條件 我們所有攬到的人才 都不希望在台灣的制度之下 被認為是肥貓 我覺得中研院要去思考 我們也很擔心 在目前的體制之下 我們中研院是不是真的用到了 對台灣有幫助的人才 這個很重要啦 不過我覺得陳元勝 你的同學講那麼好 這個預算我看 想辦法幫忙一下啦 好不好 這個多少 我剛剛質詢就講過 那個總預算一直逐年下降 研究經費逐年下降 這樣子好人才都不來啊 所以乾脆就不要來了 就把它刪掉啊 那怎麼會刪啊 那應該要要求他們 明年要增加 對 提計畫來增加 這樣好不好 好 院長如果明年預算沒有增加 就大砍一下好不好 好 那今年就先給啦 這個應該給的 稍微我跟他不一樣 你是先處理他的還是 不是 對啊一樣你是屬於這個 人員維持這一塊嘛 那有不一樣嗎 對啊一起發言 一起發言 他屬於人員維持這一個 是一樣的齁 對 就是 一支五支二十一案 對對同一個幕裡面 剛剛 蔣委員是表達對你們 這個要聘那個 外面攔財 這我本來也在 我的諮詢稿裡面也有 每次都來不及講 為什麼 因為我每次都很生氣一件事情 你們沒有 不但沒有懶到好人才 還懶到奇怪的人才 比如說誰 風起會 風起會 不是 不是 你現在 我已經在很多場合 已經不知道幾次的資訊都講 你等他真的沒有事 不要再把 中研院跟他扯在一起嘛 你等他真的沒有事 再把他聘回了嘛 這整個過程 我記得我上次做了一個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就是說 他請辭連總統都還沒有 還沒有同意他請辭的時候 他已經在中研院在安排他的後路 已經在安排後路 然後後來隔一段時間 總統當天 他準時 他當天就回聘 哪有這麼快樂 就是無縫接軌 我覺得你們這樣 中研院這樣整個 整個在幫他自己 在量身訂做嘛 所以我是對這個 非常非常不滿 我一定要 好像這件事情 炒到現在大家就忘記了 最近大家在討論 復興航空的事情 這個事情就好像 大家都忘記了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很多事情就一頭熱嘛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好像就沒事 我不是說溫院長有什麼 因為我也不是檢調 我也不是司法機關 不是 你中研院是最高學術機構嘛 對不對 你這樣子 哪有一個 我知道前院長被回聘為 特兵研究員是一個慣例 但是沒有一個前院長 是在被起訴的狀態下 在被調查的狀態下被聘的嘛 對不對 沒有被起訴的 沒有 還在司法 沒有啦 這個 我這樣的意見也很寶貴啦 參考啦 真的 我參考 我們不要因爲 不要因爲廢事啦 不要因爲一個個案 然後就認為整個眾院都是這個樣子 而且那個 到底有沒有問題 其實現在司法還在處理啦 院長你要給一個交換 你這個 你打算要怎麼處理 尊重司法 尊重司法嘛 那你們 你們院裡面呢 尊重一些制度嘛 你的制度是不是有問題 我上次有跟你請教過嘛 對不對 我就說 你這個 讓人家覺得就是 為了他 就是給他一個很大的便宜行事 讓他很快速的 跳過一些 好像比較正式的一些 一個認定 就好像 趕快就把他聘回來 第一個 這個 沒有定罪以前 我想我們大家都是應該是 無罪推定嘛 第二個 這個也不是為了增加他本人啊 這不是他本人 學家啦 那他也是國際認為 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一個學術界的人才 這不可諱言啦 那至於他有沒有涉及到所謂的內線交易 或者是其他爭議就留待司法去解決 司法到目前有沒有起訴他 沒有嘛 那就留待他 那也不能因為這樣子 就是說 中研院不能再回憑他 我覺得這也說不過去啦 所以呢 那我請問先生 他現在還是有在調查嘛 對不對 還是有在調查嘛 他被起訴怎麼辦 被起訴就依法啊 依法是什麼法 依法辦理啊 而且翁起會的事件 還讓中研院可以去檢討 他自己內部有關機轉相關的辦法 你這些東西 合力回避的問題的修改 你檢討出來了沒有 有 我們 來回答一下 我是主任王永道號 那因為翁院長現在的身份是 特別研究人 他是我們倫理歸一的適用對象 那今天如果有起訴的話 就要看我們的兩級倫理文會怎樣 對他的身份要去做一個處理 兩級 我們會 我們倫理文會有設兩級 一個協組倫理文會 兩個層級 對 兩個層級 對 我以為南北級東西 是 將來如果有起訴的話 就會依照院內的相關規定 那的確他 目前因為我們在禁用的時候 他並沒有那個不得任聘任的一個情況 所以當初才回任 那現在如果將來有起訴的情況下 應該會回到我們院裡面倫理歸一來去處理 這個包括會有提前解聘的那個處理 對啦 所以 施法有施法的程序啦 院裡面的制度把它建立好嘛 不要去懲罰現在的 你這樣 你這樣凍結他本來是懲罰他現在的人員 是啊 有點奇怪耶 不要因為翁齊惠來凍結現在的這個院裡面的預算 我覺得不要因為翁院長的個案 然後去殃及其他跟本案無關的人啦 我覺得對我們中院其他同意不大 對啦 我是覺得今天 今天居然審到現在沒有半個人講公院長的事情 我不是對他有意見 怎麼會大家好像都 好像大家都忘記這件事情啦 沒有忘沒有忘 不會忘記 這個是中原院在我們教育文化委員會最大的事情嘛 不會啦不會 怎麼到審訊算的時候就好像全過水無痕 有啦 其實我們大概都執行國公企會那時候都跟他講說 他是科技高材生生活低能額他自己都不能接受 不過就是說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讓司法處理啦 因為司法還沒處理之前還是無罪定論嘛 無罪推論嘛 所以我是覺得建議啦 就是說還是暫時這個不要因為 公企會的個案讓我們彼此之間意見不一樣 我們還是先讓他過嘛 對啦先回來處理預算啦 凍結啦看凍結多少大家建議一個數字啦 不要減啦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們建議啦建議 凍結凍結凍結案是什麼 你們再繼續講啊主席不講啊 這個案先凍結 討論凍結 那這樣怎麼樣 好啦他做主席做太多 那那 你怎麼唸 你怎麼唸 要求他寄轉那個 這個杯吧 那我下面那個案子跟這個也是有關係喔 就是一起處理 那先不要絕論好不好 因為我下面這個案子跟這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這個 22案 一起看怎麼處理 22案這個東西喔 也就是說 就整個這個利益迴避的這個相關的 這個事項跟規範不完整 造成 這次嚴重的影響到中原院的聲譽 所以我們建議就是 一般行政裡面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簡列兩千萬其余凍結 代 技術移轉及利益迴避監督相關規定 提出相關改善報告 經本委員會報告 且同意以後使得動之 這其實跟這個案子是一樣的 好啦 好主席 這兩個案就是說 就是說 翁啟會的案子 一定要在這個預算上面要有交代 建議啦 因為你可以先動個比如說四分之一 或五分之一 對不對 翁啟會的事項 對因為這樣看翁啟會案子的發展 來院長 我想我們的 因為這個 翁啟會的案子 我們已經成立一些改進 一些檢討小組 我們的制裁技團小組 已經在11月18日已經開會 已經幾乎要開會 所以我們還要在12月初還會再開一個會議 到時候會給我們一個檢討的報告 然後我們就會 針對那個做一個制裁計轉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檢討 所以那個是 上次有看到你有一些什麼 有一些報告嘛 有一些分組 然後組織有調整 對不對 好 那還沒有完成嗎 我們可以做都已經完成 譬如說我們簡單做都做了 你那個只是一個初稿 好 那主席我建議這兩款 那你挑一款 你挑一款 動結部分 好不好 等你報告完 我們本委員會 接受 滿意 以後 使得動之 是不是 請不要簡列 用動結的方式 對 動結 算人頭的 對不對 算人頭的 我這樣動結的意思是說 你前面幾個月還可以用嘛 對不對 你如果遲遲不報告的話 動結的話 你遲遲不來向本委員會報告 並取得我們同意的話 你就後面幾個月就發不出來啦 所以你就要逼你 一定要把它完成 然後向本委員報告 我們就動結22那個可以嗎 部分 動結的部分 動結部分 對 裡面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好嗎 他會給你報告來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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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 四分之一表示 他在 明年9月之前要有一個答案出來嘛 這沒什麼了不起 四分之一啦 明年9月都還出不來 一記好不好 一記嘛 就是四分之一嘛 對啊動四分之一啊 好不好 給你到明年9月之前 你應該可以完成了好不好 二十一案 不能動結嗎 最好必要因為 兩人選一個啦 對 哎呦 你們不要護航到這個程度啦 你記得你收購的話 當然是一步一步來啊 對不對 二十一是薪水 薪水 對 恐怕不好 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委員因為已經進入22 22案是跟一直到28案都同一個的 所以如果動四分之一的話是 全部到28案總共動四分之一 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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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可是它有小項喔 像思瑤那個才243萬的 對 但是它是 對對 在同一個墓上面 對 那你最高的 那我最高的啦 來高路委員 高路委員 就是到28案都是同一墓就對了 但是 但是如果是動四分之一就是他自己分配嗎 對啊 但是我這裡是第26案 這個是主要是針對那個三節慰問金的部分 我可不可以單獨挑出來 因為我們竟然都已經要講的就是年金額 然後國庫空虛額 或者是說我們他們也有退休金額 這個部分就直接挑出來 就是直接簡列208萬2000可以嗎 這個我也跟高委員報告 這個可能會在政黨協商的時候會統三 你要不要會統三處理這個事情好不好 對本期是我算了一個方四分之三的比例 然後這個不是凍結 而是英國超野協商大家通案是簡列的 我只是要強調這是通案來簡列 那不在那個凍結裡頭 我覺得那是另外會去做超野協商的處理 一起比較處理 那就是基本行政工作維持這個我們就凍結四分之一 然後其他關於蔣博柱這個 不不跟主席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委員會大概都十月十一月才開會嘛 我們解凍大概只剩下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如果說動四分之一是不是太多 是不是能夠動十分之一 你有沒有搞錯啊 意思是說你要在明年九月之前你就要完成 你三月四月就可以完成就來報告了嘛 為什麼你要到九月十月才來跟我們立法院報告 可是委員會沒有開啊 委員會這邊 難道我們立法院比較小嗎 沒有沒有沒有 當然是立法院給你做決議就早點開嘛 他們如果不開那就預算刪掉了嘛 就沒什麼好說的啊 怎麼會是我們配合你們呢 這不對的嘛 當然我們會配合委員會員 對對對 你在明年九月之前你都可以開嘛 對不對 我們就很配合眾議院 眾議院很多人都說諸國 要我們挑一個你們諸事皆宜的日子 我們是很配合你們了耶 好不好 那另外有關於那個講補助這一部分 不管高路委員無事業委員的部分 就我們就拉出來這個由統三來做處理好不好 好 接下來是第29案 單獨的 屬於資訊技術服務計畫 江乃欣委員乃公的 請問一下我們中研院的 我們現在有那麼多的寶貴的研究文獻資料 我們現在網路安全怎麼處理 治安的部分 資訊服務處王大維 在網路方面 麥克風靠近一點好不好 不好意思 好 第一個就是在技術上呢 我們已經設置了防火牆 這個入侵偵測的系統 另外呢就是把重要的資訊跟 就資訊有分級 這是第一個防護 技術上的防護 資訊分級 然後用防火牆跟入侵政策 第二個我覺得是更重要的 就是讓我們的同仁有提升這個資安的意識 因為我們的研究人員常常需要出國 實際上在出國的時候 他在外面暴露的風險比在家裡還多 所以我們實際上有不斷的在舉辦這個 教育訓練 讓我們的同仁了解 而且他們回國的時候 實際上是可以要求我們 要求我們做他的這個筆電的見解 所以這是在人的行為 跟人的這個知識上面的保護 第三個實際上我們也經過了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中國的這個台灣的這個27001的資安認證 這是在認證方面 另外呢在這個組織方面呢 我們也成我們有一個資安組 而且最近呢這個院方也同意增加原額 所以增加了兩位 所以人力方面我們也提升了 所以整個的安排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資安都不會有問題了 資安沒有人能說沒有問題 我們大概進到最大的力量 讓這個風險降到最低 那你未來還準備怎麼做哪些部分 未來有哪些措施能夠更加強我們 因為說實在的 尤其像現在的科技越來越發達 不管各行各業對資安都非常重要 你不講別的就像無人駕駛好了 如果你資安被人家駭進去以後 馬上出車後馬上就發生問題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對於資安的部分 尤其是我們 除了你本身的資訊本身是資安之外 我們中間有沒有去研究一些有關資安的部分 有 我們在這個資訊所跟這個資創中心 他們有專門做資安的這個同仁 研究員 我們這邊是做資安的防護跟保護 是屬於這個行政上 好 那個院長我希望各位有個書面資料好不好 我們針對資安的部分 因為中間本身是資安的問題 好 謝謝 那對於其他的 國內的一些資安的問題 我們有沒有一個建議 好不好 各位有個資料 好 謝謝 乃工最後結論是什麼 主席決定 好 就免動 免動 趙烈 謝謝 接下來30 31 場地設施 黃國書委員不在 就照黃國書委員通過 好 照他的OK啊 好 來 但是乃工在現場 乃工不同意 來 我説那個30萬跟凍結30萬是OK的啦 那個 沒有啦 乃工不同意啊 因為 很難找 我們就按照這個 這個單字 我知道 可是我現在講完以後 像這樣 以後還是要再一疊 這個是事先 事先 那個乃工在看的時候 我特別再講一下 剛剛那個 24案喔 是幫鄭天才委員提的喔 到時候要請補提書面好不好 特別說明一下 那個剛剛第24案 雖然剛剛有動四分之一 那已經涵蓋到那個鄭委員 希望五分之一 所以就鄭委員的部分 請要提書面好不好 謝謝 好了我沒有意見了 沒有意見是吧 等一下 那31案是不是我可以替黃委員 再說明一下 其實他只是一個正面的督促啦 他因為今天他質詢過嘛 我們對於這個 那就簡列30 凍結30 對 台師所空間上的一長期 都沒有積極去面對 所以要給你們一些小小的那個 所以是不是可不可以就是30萬凍結 簡列30萬 我覺得支持一下好不好 謝謝 OK啦 簡列加凍結喔 不要凍結 因為我 你已經檢列30萬了 是不是就不要 這是我們決定的 對不起 你另外30萬你就提書面報告來 就可以讓你解凍了 謝謝 不要申訴 台師所不講話 台師所所長 不講話 可以嗎 少你30可以喔 簡列30 他說沒有關係 簡列30 痛結30 好 那我們3031就 照黃國術委員的提案通過 好 第32案 蔣乃馨委員幼兒園運作 現在我們的幼兒園的學生有多少 我們幼兒園現在有四個班一百二十個小朋友 有沒有最快開放 沒有 因為員工本身就不夠 都是員工的子女 都是員工的子女 那你們現在教學人員11個是老師嗎 是有教師資格的還是教保人員 對 九位是老師 兩位是保育員 老師有教師證嗎 有 都有 都有 好 謝謝 更正一下不叫保育員 現在叫教保員 叫教保員 更正一下 好 那我們就支持一下 謝謝 我聽你都不動了 謝謝 這是我問清楚了以後就不動了 對 好 蘇委員很重視孩子的 對對對 對 對 我是媽媽 我現在講媽媽 對一點都沒有錯 那是懶財的一部分 好我們要用麥克風記錄 我覺得有幼兒園是懶財計畫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其實這部分應該要認真做好 對 我們同仁也 那幼兒園給他加倍好不好 那懶財懶得更多 好 好啦 趙烈趙烈 三十二案趙烈 好我們回到十八十九 我跟兩位委員報告 因為 現在我們凍結 這個金額已經超過兩千跟一千 是不是 就照您的原案通過 但是 包含在裡面 那 這一般行政第一幕 就提書面報告 給本委員會 好不好 OK 好謝謝 他是每個案子有審議 對對對 好 是每一個委員會的解釋 對對對 當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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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一樣 好我們現在進入第二幕 一般學術研究及評議 好第一個 蔣乃馨委員的案子 來 學術審議及研究講助 我們現在臨時的員有多少 我們院進會臨時的人有三千多人 三千多人 三千多人 還有基金的呢 基金那個是城外計畫 有計畫的時候才會禁用 對 那個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 你編制人員剛剛講一千人 編制那個對 一千人 所以你臨時人員是編制人員的五倍多 沒有那個 什麼沒有 二到四倍啊 那個四千多人 那個有城外計畫 他才會有 對啊 你現在依照來講的話 依照預算中心來講的話 你們 他寫的是說 你們臨時人員來講 你們本身的 中研院三千多人嘛 是 對不對 加上基金的部分 是 一千多人嘛 是 合起來五千多人嘛 五千六 四千多人 四千多人 那個助理只有四千多人 所有的臨時人員 對 所有的臨時人四千多人而已 那預算中心寫出了 對啊 我們只有四千多人 預算中心寫出了嗎 目前實際上 禁用只有四千多人而已 106年 你們要禁用 三千八百一十六人 對 一三年了 然後加上基金的一千八百六十七人 合計是五千六百八十三人 對 那個是那個一三年了 現在實際上禁用是 四千多人 是 那剛剛講十千多個 你要胡我是吧 我把這個數字 一個一個字 一個字念出來之後 你就不講話了 不能這樣啊 是 一三年了 那個是一三年了 不是實際進用 目前實際進用人數 我剛剛講的 四千都是 目前實際上進用的人數 那你 如果實際四千多個 你預算為什麼變五千六 那個 就是說 有一些 他因為 生計 生計延期還有 南部延期 他現在有一些都在規劃 有一些在 興建構成當中 他未來一級 一零六人 他會陸陸續續進用進來 這樣就不老實啊 你這個要講話 就要把它講清楚啊 怎麼可以隱瞞呢 對 我剛剛講的四千多 如果把這個數字念出來以後 加起來這個數字的時候 你就說是 我剛剛不把這個數字 這樣講出來 你就說不是 那個是預算年了 是 對啊 那你預算編了五千六百多人嘛 是 臨時人員嘛 沒錯嘛 是 有需要那麼多嗎 沒有 你們編制人員才一千多一點點 是 臨時人員就是有五倍多 那因為 那為什麼 對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編制人員要增加呀 如果人數不夠的話 編制人員是 而且說實際的 哪個單位臨時人員 也可以比正式編制人員 要多五倍多的 我們現在編制那個研究人 就是因為 薪資大一的一個問題 零用上 確實有一些困難 所以 人數減少了 所以 臨時人員的薪資 比正式編制人員的薪資還要好啊 少 少嘛 對 你剛剛講說是 因為薪資低 所以編制人員少不要來 然後又改變 我聽的意思是 找臨時人員來 好我想 能不能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數字 我想那個 人事主任等會 可能會再澄清一下 那我想 稍微能夠解釋一下 中醫院這個臨時人員 雖然聽起來 好像臨時人員 跟一般公務機關的臨時人員 其實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正邊的公務人員 一個所 以我的經驗裡頭的那個真正的公務人員 辦行政其實不夠 我們需要增加一些約聘人員 來做這種行政或公務 再說 其頭在做研究的時候 有些研究助理或是博士後 像一千多個博士後 這算在臨時人員裡頭 可是他其實是在幫忙做研究的 那研究助理這邊有一些學師跟碩士 那些都是說來這邊受一些訓練 他們可能待個一年兩年 然後他們就會在 進入其他的博士班或者什麼 所以看起來這個臨時人員列在那邊 可是裡頭包含的那個很多很多種 所以在各個那個加起來 那個數字看起來很膨大 其實是在我們特殊的一個狀況下 把這些人都列為臨時人員 所以這個是因為這樣子平均下來 一個PI底下應該會有幾個研究助理或是博士後 因為我們並沒有說真正收到正式的研究生 所以他的實驗室裡頭必須要有人來做這些研究工作 所以這是這樣加起來 所以看起來很奇怪 我知道大家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麼大 然後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其實為什麼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存在已經非常久了 那我想說其實政府 包括我們等一下幾案所提出來的 無非就是希望能夠 不要用這個所謂的約聘僱的這個人力 雖然你們剛剛不斷的強調 這是因為法還有政府給你這個錢 可是就我們以前在學界的很多的例子裡面 有些時候就是因為約聘僱人力用多了 很多正式的人員反而把他很多的業務 其實都交給這些約聘僱 所以約聘僱雖然他的名稱是這樣子 可是他所做的實際的一個產量 不管他的名稱是屬於所謂的你的研究 或是什麼東西 往往他所做的東西是往往是超過 很多人太靠勢的 靠這一些約聘僱的這些人 所以以至於他會產生這個所謂的這個 權力還有這個所謂的工作分量不對等的這個部分 這也就是說為什麼我們每次都要提出報告 可是中原院永遠都還是存在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很希望你去爭取 然後還有就是說是不是正職已經有了這些人 很多人是沒有這些人力他就可以承擔更多 你知道嗎 現在變成反而是你有這些人以後 他就只做他固定的 反而讓這些人反而做的更多 我們只希望你在這個人力的配置還有評估還有工作量的部分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篩檢 你可以再重新來做一個人力上配置的一種計畫 我想這是每一個委員在提出這些建議的時候 是希望做 不然每次每一年都會提出這個問題 可是中原院這個特殊的情形下會這樣 因為正邊的人是研究人員 研究人員他要去看大局 他像一個學校裡頭的一個老師是一個PI 他底下需要一些 所以他要做他的事情 正邊人員我們現在總共有900多個1000個這樣子 那下面他的實驗室是空的 你如果是有這個問題的話 你就應該正式這個部分 那你就跟 你就提出一個很完整的人力上的一個評估報告 不要每一次永遠都在炒這個約評估 炒這個正式 我們永遠每一年都要花很多時間來做這樣的部分 因為我們不能帶頭 不能帶頭永遠在做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每一年這個部分 你如果徹底的然後從最根源的地方 去把你這個配置全部把它解釋出來 不用每一次我們都花一些時間 在這個人力上面去做這樣的處理 不用動 不用動 那行 是啊 那照這樣講的話呢 後年的臨時人員還會比今年 107年的臨時人員會比106年再增加嗎 一年一年的再增加現在呀 那這個原因到底是什麼 這是剛才我們也講過 就是我們的臨時人員主要是 譬如說是博士後的研究員 那看研究能量 看我們這些多少計畫來定 這個沒有辦法說很定一個死的一個限制 但是即便如此 我們現在也有一個天花板 希望這個不要無限制的往上走 但是我們的最特殊的狀況是 我們這些約聘僱人員主要是來做研究的 是跟研究計畫綁在一起的 所以譬如說假如說我們研究計畫多 我們這邊約聘僱僱人員就會多一點 那這個有一點這樣的空間存在 那我們是不是因為是院長還是第一次上任 那我們叫院長你也很了解 現在目前我們剛剛所陳述的這些的狀況 你是不是從根本裡面 在這一次的論述的報告當中 把中原院有Postar 那這個整個根本的問題 你是不是做一個 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人力配置上面重新來擬定 而不是像過去一樣 永遠都是這樣 是不是可以從這邊開始 然後我們還是用凍結的方法 那這樣是不是大家就會比較 彼此之間就有一個程度 我不曉得奶工章是不是可以 相關的這個題目 我自己在主決議有提啦 就是不曉得也是針對就是說 我們這個非典型的勞動人力 以及說是否就是要轉任 轉任就是到正規跟其他的相關的替代措施 希望說不要讓我們這一些 非典型的人力逐漸增加 那這邊我們有提主決議啦 那我不曉得說奶工這邊想法如何 我覺得這個應該還是要動一下 動一下就是說 你應該把你們的人員盤點一下 然後未來到底要怎麼處理這塊 他都還是會解放 中院院應該要有一個規劃啦 否則的話 每年的計劃不一樣 然後每年配合的人就增加 然後人數越來越增加 現在正式編制只有1000多人 臨時人員106年的預算 就編了5000多人 那這樣子再下去下去 到天花板到底是多少呢 對不對 那我相信院長你也不能隨便講一個數字嘛 如果講一個數字的話 到了時候必須要超過的話 那又怎麼辦呢 那如果我們臨時人員真的要 還要再繼續再增加的話 那不能用臨時人員來解決這個問題啊 那要怎麼辦 要怎麼來處理這一塊啦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要凍結一部分 請中院院用書面的資料送過來 對 因為你前面那個五億太多了 我們是不是在數額上 我們都同意給他一點點壓力去檢討 要不然凍十分之一好不好 乃公 可以啊 好 謝謝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是不是 好 書面報告 兩億四千都要 好 不簡列 你很高興喔 來 不簡列 凍結十分之一 補書面報告 好 接下來第34、35 來 乃公 三十四 就是有關 約聘僱助理人員 其實跟臨時人員差不了多少的意思啦 只是編的科目不太一樣而已啦 動十分之一 三十四我想也是動十分之一好不好 好 跟前面一樣嘛 好不好 你們檢討一下 十分之一 你給人家動五分之一 對啊 那個政天才委員這個 他說你忽略花東啊 全台高中科普 學術交流合作計劃沒有花東的 學生五分之一啊 你會做是 照學生好了 好 那 那我就跟乃公動一樣的好了好不好 我看到學生會不會有五分之一 我還是動五分之一好了 好啦不用動那麼多啦 總共動五分之一 十分之一好了 十分之一啦 補書面好不好 十分之一加書面 OK 好 花東不要忽略掉 好不好 真的喔 廖院長說他去過了 他沒有領交通費什麼都沒有 不行啦 大家要整體計畫 謝謝院長 謝謝院長 對花東的支持 感謝真的感謝 好 第36 37 38 39 好 來 蔣委員 來公 或張廖委員 36嘛 對不對 對 36到39 36就是說我們現在中原院 跟十二所大學合辦研究生的學 學成及博士班的學位學成計畫 那這樣的話跟一般的大學生不一樣 這個 有什麼區隔 從家應該有一個區隔吧 對對對 第一個我們是以這個跨領域為主 第二個我們是以國 這個 你不是講國際原學生的嗎 不是吧 來 國內的 國內的 OK 委員好 我是國際處陳宜莊 跟您報告一下 就是在 不管是我們的國際生學成 還是本地的學成 我們跟國內的大學合作 一個是跨領域的 另外一個呢 是我們是做 目前在大學裡面 他們自己無法獨立做的 所以在目前我們的領域 都是很積極的跟大學合作 我們目前正在做盤點跟評估 那我們已經得到很多所大學 表示說他們非常願意跟我們 繼續合作這個部分 那另外就是這個部分對台灣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培養了大部分都是外籍的同學 大概有63% 他們是我們將來台灣在國外的外展的力量 那我們也要拜託委員就是不要刪我們 因為這個都是現在學生他們的薪水 如果您刪了我們就發不出他們的獎補助金了 謝謝 因為中研院的定位是國內最高研究機關 如果跟大學沒有區隔的話 那就失去中研院設置的目的啊 我非常了解委員說的 那因為這個原因的話 我們最近剛剛聯絡了各大學的校長 跟高階的那些主管 我們已經收集到了 十所大學校長或副校長的信 支持我們的這些學位學成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些信送給委員 書面報告給委員看 支持中研院 你說 特別的學位學成 基本上來講 跨領域的大學不能做嗎 一定要中研院才能做嗎 但是在中研院有一些非常特殊的領域 那我們跟大學合作的時候 我們提供相當重要的人才 在他們個別來做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也跨大學來合作 所以這點在國內的學術研究 真的非常重要 請您支持 我想基本上院長 我想基本上大家談到中研院 大家心目中的地位 中研院的地位 絕對是高於大學 那如果中研院跟大學 讓人家感覺到差不多 那真的 對我了解 不是降低了中研院的這個格 就是說是失去了中研院設置的目的 對我非常同意 對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協助大學 我們幫他一種不同領域的 我們支援他 可是我們還是要跟大學有個區隔 不能讓人家感覺到一樣 非常非常同意江委員的說法 所以這部分我上任以後 也是一直積極地要檢討 那目前我們的做法是跟大學合作 是幫助大學的一種做法 當然我們是有互利 但是假如說我們相反地說過來說 假如我們不跟大學合作 又會背負不跟大學合作的一個說法 所以這樣子好像也不符合社會的期待 所以我們就採取一個比較折衷的辦法 就是我們選擇其中比較特殊的跨領域學程 這大學比較沒有那方面的資源來做 我們有很好的資源 我們很好的人力來做這些事情 這到底是大學拜託中學院這樣子做 還是中學院拜託大學這樣做 應該都有吧 通常是兩邊 應該是大學拜託中學院 對不對 如果沒有中學院的協助 有些大學招不到學生 所以才要這樣子做 是的 那所以中學院就變成幫大學招生一樣 所以這是我們的問題在這裡 對不對 那你就應該要 如何能夠教育部然後針對大學本身面臨到這個問題 來去補強大學的問題 其實報告委員 而不是說是讓中學院來協助大學來招生 留住學生 這是不對的 那這個中學院設置的目的大 對 報告委員您說的對 但是我們不是幫助大學招生 我們是幫助在特定的領域 在那個地方 我們可以鞏固我們台灣的研究實力 那是這樣子好聽 你在從大學面 我也問過下學生 如果是這樣 不跟中學院合作的話 他招不到學生了 來 我幫助 來我請問一下 我請問一下 像這種合辦的這種學成 他最後拿到那個學位是誰的 大學的 大學的 那其實蔣委員這邊有點到一個就是 向科技部申請研究經費的問題 我記得 大家看一下 我等一下會有一個主決議 在後面也是講說 也是中研院定位的問題 就是說你是研究還是教學 那我們也很擔心就是說 因為中研院它是有學術的光環 然後有些 然後在中研院裡面的教授 或者是研究員 他基本上比較不需要像大學裡面的 負擔很多的行政的 我不曉得啦 也許是這樣 所以我上次覺得說在競爭 這些都是大學教授 這些都是教授 他們也要在立法院備詢 他們要做行政工作 他們要帶學生 他們每一位都是 這邊每一位都是有學生 都是教授 有學生 對 這邊每一位都是 那因為我們就擔心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跨到太大學 也在做了事情的話 那我們覺得中研院 佔了太大的這個精子 就是反而讓大學是有點弱化了 在競爭上弱化 所以變成人家 有些大學是有一點 既愛你們又有點恨 就是說好像好事情都被你們申請過去了 所以他會覺得說你們像一個這個 一直會吸資源的一個怪獸 所以這個我們在主決議裡面 還有講 要請你們提一個這個 真正中研院定位在 我希望新的院長來 因為你前面兩個院長 有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希望 在你這邊能夠把這個定位 重新再弄清楚 好不好 好 基本上我也是提案人 不過我這邊真的是 因為這個案子我比較熟 我想我今天就是幫中研院講一句話 雖然我想那個蔣委員 還有我們這個制洋委員 他們其實大家就是比較擔心 就是說中研院擁有他的這個學術的光環 會壓縮掉我們很多高等教育 特別是在大學 而且我們就很多研究的比例來看 其實台大教授他們做的事情很多 但是他們的研究papers 產量 其實不比中研院差 但這邊我要只幫中研院講一句話 就是說你這邊透過這個 這個部分包括這些學成 其實你剛剛說對的 他其實是幫台灣留住非常多 為什麼 因為我就看過很多國外的申請當中 你只要有參與過這個學成 他如果再去做post talk 或者再去做碩士學成 再去做博士學成 有點中研院的光環 他幾乎都可以拿到 Ivy League的獎學金 這個是所有大學裡面很困難的 所以這樣一個角度來去看的話 如果幫助我們這些年輕的學子 未來能夠在國際上面 能夠有更進一步的一個發展 我想中研院跟大學這個部分 這次大學沒有辦法達到 但是中研院可以達到的這個部分 我想中研院應該這個地方 更把它發揚光大 因為這才是我們未來這些 有潛力的學者願意回來 甚至共性的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我想是不是這個部分 就光是這一幕的部分 我們就是讓中研院 就是這個部分 它有無可替代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所以在這一幕上面 我們是不是就讓他 兩位委員再說一下 就這一幕上面 柯委員說得非常非常好 我們很感謝柯委員的支持 因為這部分事實上是我們 以中研院的來提升整個 整個台灣的學術環境 而不是獨善其身的一個做法 假如說我們這個關在象牙塔 只顧我們自己的任務的話 那恐怕也不是國家之福了 我想說我們希望說能夠 利用我們民生也好 光環也好 我們的研究能量也好 能夠跟大家一起合作 提升整個台灣的研究能量 是我們樂意見到的事情 不過我想這樣子 院長 說實在我們凍結預算也好 我們刪減預算也好 我們目的都不在凍結預算 目的也都不在刪減預算 我們的目的就是針對 把問題凸顯出來 怎麼去處理 來改進讓它更好 對 所以既然這樣子 科爾委員這樣子講 我這個預算不動也無所謂 可是你書面報告還是給我一個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趙烈 對不起 趙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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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烈的意見 趙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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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 四十 四十一 三七我問一下好不好 來 三七那個有關 有關那個資源 退休院士 及ICSU 匣下 國內各學會每年派代表 兩人出席國金 這大陸旅會 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個去年有沒有編 也有編 你們去年這個項目的學術發展 及交流合作預算裡面 有關出國的經費是編多少錢 你們現在編一個 七十六萬七 一個四百四十萬嘛 對不對 去年也是一樣嗎 那你這個院士退休 這個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ICSU是什麼 國際科學理事會 這是等於是 這個科學會的聯合國 這個是總部設在巴黎 現在可能會變到別的地方去 這個上一屆的理事主席 是李前院長 這是第一次代表台灣 擔任這個 這個國際科學理事會的主席 這是非常不簡單的事情 明年 會在台北舉辦 這個國際科學理事會的年會 所以這是我們很期待的一件事情 那去台北開 那這為什麼會有國際 會有 這不是出國吧 還有附大陸 因為它附下非常多的分會 那我們主要是要支持國內所有的學會 能夠參與國際的科學事務 那有關退休院士的部分 是他們從職場退休 可是他們在學術界還是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對維護我們台灣的生育非常重要 可是在台北開喔 不是 那是國際年會 我們爭取到就像開奧運一樣 對 來在台北開 當然不是那麼大啦 那是年會 明年的年會 那我們這另外一個功能 中央運的功能 是我們代表國家參加這些國際組織 國際的科學組織 這是我們的 我們的一個任務之一 所以除了這個各大學之外 我們還有這個代表國家參加國際科學組織的這種責任 你說這個那個 那大陸 副大陸地區那個是怎麼樣 是為什麼會有這個76萬多 這個 一樣的原因 如果那個會議是在大陸舉行的話 那我們這部分的經費其實很多都是給國外 就是全台灣只要是學會 他負責派出去的我們都支持 所以這也是為台灣做的 他那個ICSU俠下的 年會的 對 謝謝 謝謝 你們這個預算書裡面有一個兩岸三院的 這個是什麼樣的會議啊 有嗎 是 對啊在你們預算書的222跟223啊 有沒有矮化的問題啊 我沒有這樣子說 我只是說現在兩岸的交流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啊 我問一下嘛 因為他編了啊 是那個嗎 你們這裡有一個參加國際組織集出席國際會議 裡面向下辦一個兩岸三院的資訊技術交流 與資源共享研討會 而且還編了 1 2 3 4 在四項的這個預算說明裡面 5 6 有 有關這個兩岸三院的這個資訊的一個研討會 編了蠻多項的一個戲目的預算喔 那所以我只是想知道說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啦 是 那以現行這樣子兩岸關係有沒有影響啊 我坦白問嘛 對對對 這兩岸三院的這個 所謂的三院就是中研院 中科院跟社科院 所以這三個院的出發點是 開始是在談資訊技術 尤其是服務研究方面的資訊技術的交流 而這現在其實我們也擴充成有些資訊研究的交流 都在這裡面 所以至於我去的幾次沒有感覺到有任何矮化的問題 當然我們會非常注意這件事 那如果真的不適合的話 我們當然也會做一些調整 我們從來沒有問你這個事情 你自己幹嘛講 你受了陳昭偉的影響了 我們只是想知道說這個兩岸的三院是哪三院 那這三院是台灣地區 你剛剛講的中科院 還有什麼院 中研院 中研院 你們是中研院 中科院是中國的中科院跟他的社科院 這兩岸三院你們原來就在例行性 每年都有所謂的資訊的交流 是不是 技術的應用的交流 而到目前為止是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你去了也沒有覺得任何被矮化 新政府上台智慧有去過嗎 沒有嗎 還沒有 還沒有 因為 你要再問一下名稱是什麼 是台北還是台灣還是ROC 我們是滿想要知道這個細節 所以你可以給我們書面證 因為在你的預算裡面我看不到 那第二點 陳詹緯等一下你可以自己發揮沒關係 那第二點是在於是說 未來有關新政府上台之後 因為還沒有去過 等一下副院長再解釋 那這個學術歸學術 政治歸政治 我想這是一個全世界大家都支持的 那如果說遇到什麼問題 那我們怎麼因應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要公開來討論的 這確實是想說 對是是是 對確實是兩個禮拜前我們生命科學這邊 有一個中醫院代表團到了中科院 是以生物醫學那邊為主的 然後再開研討會 是我們有論壇 這已經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在2012年在北京開的 然後兩年之後是在中醫院 這第三次 我們在上海 在上海 對 已經去過 已經去過 今天就是11月初 11月初 剛去過 剛去 剛回來 也受到 受到很多 對 沒問題 受到 非常受到禮儀 就像我講的學術歸學術 政治歸政治 對不對 這要講清楚啊 不要落入陳詹緯的陷阱 哈哈 我請教一下 那個故宮去大陸交流是用什麼名字 你知道嗎 副院長 來 中文院請告訴我 不過我先請教一下 中文院歸屬總統府跟故宮一樣 對啊 我想請教一下 用什麼名義 不 我就請教一下 蛤 故宮 故宮的名稱 當他被稱為台北故宮的時候 被認為是矮化 所以我們這邊就有意見 那中文院去是用什麼名義 那前面灌什麼名稱 中文院 沒有 蛤 他們就叫中科院 算科院我們叫中科院 那沒有前面怎麼樣 沒有 沒有地名或國名都沒有 沒有 有學術的歸學術嘛 是 故宮也是保障歸保障 還是被遮上這次 我要轉這個我們可以轉到網上 對對對 繼續講 可以講 不過你們名義就是 都沒有關任何名稱 中文院 會不會變 誤以為是大陸中文院 不會 中文院 這樣子喔 我當然知道 我當然知道啊 就全部灌在中國底下 你要很小心喔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的原因 是因為故宮去做交流的時候 他的英文名稱是用National 但他去到那邊中文是用台北 但因為這樣 他就在我們立法院引起軒然大波 所以有委員提這個 兩岸三院我只是提醒你們 好不好 他們不願意問我就算了 好嗎 換我的 可以換題了嗎 換我的 換題了 換題了 好 換題了 不要糾結再看 這個 這個案子 換我了嘛 對不對 還是在同一個嗎 我是39啦 因為我發現我跟我們的新春 何昭偉一樣 尊重中研院 所以我們這整個預算審查 我一共就只有提一案啊 所以我要講一下 那我們這個39案 其實就是跟今天早上這個時事題 大家都非常關注這個 人體生物資料庫的這個相關 也就是說 既然有發生這麼大的爭議 而且是雙方各指一指 那既然中研院這邊有 已經完成了 人類研究倫理組織架構 它是下面統合兩個單位的委員會 那所以 到底要怎麼樣可以讓這個架構去做出來 不會再發生這樣兩邊可以各指一詞去繼續爭端 但這件事情我是覺得這個架構的問題 是可以趕快盡早提出 所以我當初在看這個預算的時候 唯一一個會跟這兩個項目有關係的就是這一幕 所以我這邊凍結了40萬 表示一個態度 不過 不過我是覺得說 因為剛剛其實我們招委已經說 全部都已經一併處理了 所以我也不堅持啦 那我就是希望說可以盡快的表示意見 這也是我的主決議第84案 謝謝 謝謝 那我41案可以順便講 好 我41案也 張惡委員你的意見 你是37案也是在同一個 37案他們的說明 如果沒有比過去少沒有被矮化 比過去多沒有被矮化的話 我是可以接受的 趙烈 那36到39就趙烈是嗎 對 好 好 謝謝 好40、41 來公了 蔣委員跟張廖萬間委員 就是針對你們有七個子計劃 博士候選人這個培育計劃 國內大學培育 國際研究生計劃 研纜、資深、學人等等等等 一共七個我就不要把每個都念出來了 你們105年執行的成果是怎麼樣 4、41 4、41 4、41 遺棄整合管理 蛤 你現在才有一個動力喔 對啊 蛤 我已經太多了 動力充滿 我現在先問他答案然後再決定我要動多少 所以現在動力充滿的數字並不是 他寫錯他寫問號 你們怎麼到現在才發現呢 105年有沒有這個預算 答錯了 答錯的 有 那105年的執行結果是怎麼樣 請用麥克風 請用麥克風 好不好 他寫的いや答案是真的寫動力耶 對啊 剛才 剛才那個委員講的應該不是40題 哪一個 不是40題是甚麼 40案 OK40案 你主題研究和人才培育 學術儀器 你拿錯當了 你這個拿錯了 44 我現在講的是40 40哪裡 好 先請張廖委員 你也有提 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有關學術審議研究 講述這一項裡面的儀器整合管理 那我們是覺得奇怪 儀器整合管理 大概他做的事情 怎麼會跟專家學者出席 演講審查 參加學術團體組織年會 還有副大陸地區開會旅費 副國外出席國際會旅費 怎麼會有關係 這個是儀器整合管理 你們儀器整合管理要做什麼 學術儀器處長報告 這邊所提到的這個 副國外這個演講出席 是指的是這個儀器設施相關的專業技術人員 他們參加跟他們的專業訓練有關的會議 比如說包含這個生物物理的會議 冷凍電子顯微鏡的會議 這個是不是一般的這個研究人員出席的會議 而是有關這個專業技術人員跟他們儀器有關的各種的訓練 還有跟這個國際會有關這樣子 你們去年也有這樣編嗎 是 都有 有都花光了嗎 都去了嗎 是 都去了 對 是 因為這個教育訓練對這些專業人員的這個 你意思就是說這個是屬於教育訓練的部分 儀器使用的部分嗎 是 整合管理 是儀器使用的這些專業人員的訓練 一億零六百五十九萬總共 總共啦 總共啦 主要應該就是整合管理維護嘛 維護強化 這邊只有十十萬 強化貴重儀器所致應的費用對不對 是 對 我早上也有問嘛 你們有很多儀器它使用率的問題 維護的問題 然後它會不會在效率的使用的問題 那你們這樣子的話 你們既然有編這個預算的話 我覺得你們那個將來使用的效率跟採購 要相當的 因為很多大學都會覺得說我們中研院 其實我們的儀器買的相當的多 它使用的效率 就是說一般大學要採購 其實都會有一些經費的限制 那我們都非常的支持 中研院相關的研究的設備 那我們給的這些設備都很尖端 那這些儀器的管理 使用率 效率 我覺得都應該要提升 如果說你們已經還編了一億 來處理這個事情 還有派很多的管理人員出 出去參加學術研討 然後也去學 那我覺得這個使用率就要相對提高了 今天院長也有提到 來 這使用率的部分 很多東西儀器你買了 不能夠一天到晚用 而且有時候你非用的時候 你沒有就是不能用 所以我想我們一個儀器 它的效用應該是它的實質的貢獻 而不是看它說它的使用率 我想這個關聯 特別是尖端的科學儀器 你不能說一天到晚用一些尖端科學儀器 但是你要的時候你就需要 而且能夠做到最好的 我所講的那個25個 是哪一個 喔是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 如果要交互使用應該很多 那用25拍子 那個是 但我們不了解啦 然後是是是那個儲藏的那個就是 就是 不是不是包括 鹽體 放鹽體的放鹽體的 放鹽體的 對對對 那會實際上會更多 今天就講那個人體資料 是是是是 對對對 因為是 比如說健康人的話 就包括20萬個健康人 這個那個疾病的話 不能不能就把一個地上 把大的電腦帶一次 有些有些人有吃素 有些吃婚 就侏羅紀公園裡面 不同恐龍要放在不一樣的地方 哈哈哈哈 沒得拿錯 培養出猛情來了 可以動到 要接近社會計劃 對對對 好啦 趙烈 趙烈 建議趙烈 趙烈 建議趙烈 這一項叫趙烈 那個何釗偉說建議趙烈 有反對的嗎 哪一個 哪一個 第幾案 就是儀器啊 儀器整合管理 4041 儀器啊 就是你要凍結五一的一個 就是說我 前面有講過 就是約評估的問題啦 對 跟前面那個案子也是一樣 前面那個案子動了十分之一嘛 對 就是要他們去檢討 提書面報告 所以這個案子也是一樣嘛 好 動十分之一好了 好 動十分之一加書面好了 沒關係好了 動十分之一加書面好不好 OK 好 那個接下來42 43 我們先處理44到47 到48 對到48 然後回頭再處理 42 43 好不好 因為它涵蓋在42 43裡面 我們先處理44到48 對 44 就是我剛剛問的 那七個子計畫 105年的績效如何 執行的成果是怎麼樣 各位委員報告 我是學術諮詢總會執行秘書 我們這七個子計畫 它的分界 一個是對博士生 一個是對研覽資深學人 那這個研覽跟剛才講的那個薪資的部分不一樣 這邊是他們的實驗室的開辦費 那然後深耕計畫是針對本院比較 副研究員以上的同仁 那前瞻計畫是針對新聘進來的 年輕的人員 這個這個我知道 你們現在105有年有編 106年有編 107年要不要編 要編 這個是我們固定的 也就是說每年通通都要編 對 對不對 那你一開始你編這筆預算的 這些相關預算的 你總要有一個目的吧 就是 你總有一個目標 你要達成一個什麼樣的績效嘛 就是在我們院內培養 補助好的研究 那現在每年都在做 每年分別有達到多少的目的 那個目標績效 過去譬如說我們深耕或者前瞻的這些 他們的研究成果在國內 所以這個這幾個預算一共編了多少年了 這個計畫已經深耕和前瞻 哪一年開始 有個10年以上的 每年都是一樣的照樣編 每年 對不對 得獎的人是不一樣的 基本上來講 照說來講 你這個預算應該 一段時間要檢討一下 這些預算要不要增加的 這些計畫要不要減少的 還有沒有要存在必要的 我們最近正在討論 哪里有一樣東西存在10年以後 還在繼續編 所以你們應該要去檢討一下 到底有沒有這個必要 還是怎樣 我們最近正在要 然後你們的KPI是什麼 每一個子計畫的KPI是什麼 這些KPI都是以他們的研究成果 當時有沒有達到這個目標 有多少是達到目標 是沒有達到目標 總要有一個了解 對不對 他們的研究成果 因為一個10年的 每年都編下去 還要繼續編的話 真的是應該要檢討一下 裡面的計畫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這個 接受這個同仁來申請 那一個計畫 譬如說三年是不是 三年還是 五年 五年的計畫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計畫 那我們就有經過評審 這裡面是很多計畫 那只是一個名稱 什麼所謂生根計畫 什麼前瞻計畫 這個名稱 來這個包括 這樣子的一個 的一種機制 所以這個並不是說 有個前瞻 都一定做一樣的東西 每年我們都有很 很這個 嚴謹的 公開 徵求計畫 評審 並且有考核的機制 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當然可以把名稱改一下 不過那個不是最重要的 我想我們最重要的是 是說 看說我們是要 從這個所謂的bottom up 還是top down的方式 我們可不可以 從院裡面 設定幾個方向 這種目前正在考慮的 譬如說 我們這個 院本部在考慮說 是不是要有一個 這個大挑戰的計畫 然後我們可以設定幾個方向 讓大家一起去做 像這樣我們正在考慮 但是目前 為什麼過去十年會這樣子 因為只是一個名稱而已 那並不是說 有一個計畫 或是兩個計畫 那給我一些書面資料好嗎 預算我不凍結你的 因為人才培育我非常重視 所以預算我不動你的 可是你書面資料要給我 沒有問題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跟奶公一樣 但是我們的理由 有關人才的培育 我這邊要特別提出來 因為這個計畫 就是比一百零五年來說 你整個是提升了三億多 就這個計畫來說 但是呢 就是說我們 其實從過去過來 我不講KPI 但是呢 我們從過去 中研院其實做了非常多人才 像跟奶公他所非常的強調 但是呢我們對於你這個 所謂培育的人才 到底有沒有辦法學以致用 到這個部分裡面 其實我們並沒有看到 一個完整的數據來提供 你們過去所做的 這些事情的一個 我不願意說績效 但起碼一些的走向 所以呢你看 我們提了這麼多 但是呢 所以說 在這個整個人才的 這個所謂培育的 這個整個跟市場的 這個取向 我剛剛特別提出來 其實我們目前 在科學工學園區裡面 人才的需求量 還有五千八百多 可是中研院又不斷地 培養這個人才 所以我覺得這個工需之間 還有市場的學用合一 所以這個層面上面 其實面臨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落差 所以我為什麼要去動的理由 其實只是希望 中研院根據這樣人才的 培育的計畫當中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主軸 但是我們還是很想了解 它到底跟市場的需求 到底是有沒有這樣一個一致 所以這個凍結 其實是希望能夠做出 這樣一個檢討的報告 好 謝謝 謝謝委員的提案 這方面我想 需要我來解釋一下 我們中研院 所謂的人才是培育基礎科學研究的人才 跟竹科所需要的人才 並不完全一致 甚至完全不一致 所以我們不認為說 我們應該替這個 某一家公司 或某一個業界培養人才 而是我們要培養基礎研究的人才 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我們的所謂的KPI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點請委員 但是院長你不要忘記了 我也同意你 訓練Postar不是幫工演員 可是你不要忘記 你上次特別提到 你要把你的基礎的科學 完全運用到這個 所謂的實際上面去 所以你這些研究的Postar 它最後的一個本能 應該還是回應到我們的工商業界 希望去做它 因爲它基礎的科學 結合所謂的應用性的科學 兩個combine在一起 所以它跟我們現在 目前所缺的五千多人 基本上還是 應該是有關聯度的 否則我們台灣沒有那麼大 研究機構可以來 可以來允許這麼多Postar 繼續做這樣的部分 所以我想說 我們這樣動的理由 純粹就是能夠 對你的人才上的配置 能夠提出一個更完整 我不求KPI 但是呢 你裡面的一個走向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目前是在考量 好 其實我是 我剛剛聽到 院長有說 這所有的院內補助計畫 其實會重新盤整 然後來做調整 其實我是支持這個方向的 因為在我的主決議 第82號裡面 其實跟這題是完全一樣的 那我是希望能夠有書面說明 這就是剛剛這個講委員 這邊有提到 我們有這麼多的研究計畫 那我舉例 其實我看到像這個前瞻計畫 他的目的呢 是為了 延攬拔著研究成果 優異 並深具發展潛力的年輕學者 給予五年的穩定研究經費支持 以具國際競爭力 好 那生根計畫是什麼呢 是鼓勵中研院研究人員 潛心研究 給予五年經費 然後也期待有世界水準的貢獻 這聽起來其實還蠻像的吧 那這兩個的性質差別在哪裡呢 一個年輕的也是 比較資深的 那是幾歲 那我下次要看看 我是年輕還是資深了 對 好 我已經是資深了 中研究員跟副研究員的level 是career 40歲就是資深就對了 其實就是老玉你不要忘記 40歲要資深 那我要砍玉珍 好 那 所以 我還很出目到處 意思是說 我們這個院內的補助的標準 是不是有這樣的狀況呢 那另外我再提供一個資訊是 這個 比如說生根計畫實施以來 每年的補助是 少是7人 多是14人 好 可是98和101是有從缺的狀況 那我不曉得這個應該要解讀為說 我們的標準非常好 非常審核很嚴 還是是我們的標準其實有點欠缺穩定的一致性 讓我們每年說 我需要這個研究計畫 我在預期要用這個計畫來做 結果卻不穩定 那這個狀況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是要求的是 這個 是不是 就是院長您剛剛說 金費不夠 金費不夠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說 我其實支持剛剛蔣委員說的 我們就是有一個檢討 然後在新院長新氣象的狀況下 我們有一個新的制度 那我們就不凍結了 我們就照練 是這樣 謝謝 謝謝 我覺得還報告的話一定要凍結 那個 因為我有相關提案 我動的其實 多一點人文社會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三遍 所以 真的 拜託 所以我是就是 就這個部分 我希望看到你們具體的改善計畫 然後提書面給我 我是動十分之一 那因為是同一個向下 看我們 瞧一個凍結的數字 我可以跟您報告一下嗎 好 請說明 現在就安我的心了嗎 國際研究生的學程是這樣 我們有大學有提出 他們有需要中研院的人力來搭配的時候 我們就會盡量來做 在目前確實很少 但是我們也看到國家這樣需要 所以我們在下面的三個月裡面 我們會努力去看能不能做一些matching 然後能夠來建立新的部分 對 就是這樣 你們不能被動的請學校提出需求 我們自己也要 往往你們要勇敢去主動的說 我們願意提供這個領域多一點的機會 那這樣就會有一個雙向的 你的媒合才會成功 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拜託您不要動結十分之一好不好 妳要動結多少 我們這是學生的獎補助 您如果動結了 我們現在都發不出東西的 拜託你們 謝謝 動結是交了報告就給你了 不是砍 放心 動結和簡列不一樣 我們一定會交報告 你們現在都要動結嗎 沒有 大家因為三個 沒有 大家因為三個 沒有不一樣的 看大家三個案子喬一下數字了 就 說人財培育他不動 就不動 奶公不動 好 所以我才說我照他的啊 他以衣服動了奶公你確定嗎 他剛剛說的啊 人財可以要動啊 交書面報告啊 所以我才follow的啊 這樣啦 這樣啦我小小動五百萬啦 好不好 知恩姐我們兩個動五百萬 因為真的是 我覺得這是重要的 書面來就解動啦 好不好五百萬 一多 可是做的事情跟過來 到現在其實是 差不多的 對不對 親啦親啦親啦 我是在野黨啊 各位 在野黨發揮一下 我幹嘛坐在這裡來了 我怎麼坐在這裡 我要坐在後面去團結一直 我入到叢林敵人國裡面 我的朋友在哪裡 怎麼突然間坐在這裡來了 來來來來來 我坐在這裡 好不好 支持柯偉 支持柯偉 這個我跟大家宣布一下 我們今天開會開到五點 看眾議院今天審不完了 所以我們今天審到五點好不好 先跟他講 來繼續來 我覺得至少把零頭吧 至少把零頭給動掉吧 不是四千元喔 是三千 三千兩百二十三萬四千啊 那個我要坐到後面去 好不好 只能 至少把零頭動掉吧 三千 動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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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動三 因為只是動而已啊 七動三 對啊 動三千加書面 好不好 OK好 49 50 好 再來四九五十按 乃公我小條的先來 好不好 現在四九五 哦四二四三 對啊 四九五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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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動了我簡列就改動起來了 我的簡列就改 我四十二 檢列就改 我四十二 檢列就改 我四十二 檢列就改 四十二 今天就改動結就好了啦 就 就 配合他那個動結就好了 沒有沒有那個最後回頭來審 對 主席會議 現在是第幾案 對 現在四九五十 四九五十 那因為奶公比較大條 我先講小條的 就是一樣啊 就是我個人提案是凍結五千多萬當中的五分之一啦 那主要在這個 嗯 其實 很簡單講 南向政策很重要 那我那天要求我們過去努力這麼久爭取了歐美所 那現在我們在東南亞研究的專責機構 就是在人文社科學院下面的亞太區域專題中心 那是不是我希望能夠看到院裡頭很積極的在組織的面向上 能夠回應總統的這樣一個政策的人才培育跟科研的需求 請你們能夠提出一個新增一個組織或是擴邊現有的東南亞專責研究機構的計畫 配合新南向政策 這就是我的一個要求 請你們提書面資料 那我個人希望先凍結五分之一 我簡單講就這樣好不好 看奶公那比較大條 好奶公 你一億耶 凍結一億 我的十分之一嘛 我的十分 沒有 我的十分是五千多萬的 五分 我這個四十九萬就凍結十分之一嘛 好 你四十九萬啊 四十九萬凍結十分之一嘛 對 不送資料嘛 你的十分之一是九千多萬耶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我這確認數字好多 對不對 我才十分之一耶 人家五分之一耶 你的母數是九億 我的母數是五千萬 我們這個人才研蘭 培育計畫裡面總共是 目標是凍結一億啦 所以還可以啦 還可以 還在額度之內 我前面那個我都沒有動了 對不對 我提到說明完了 我提到說明完了 不過 吳思耀你的好像含在他那裡面喔 那我要說我的書面 我要看到的是 專科機構對於哪一打研究 有沒有那個 那請主題才是啦 主題才是喔 十分之一會不會有困難 動十分之一 只動而已啊 不影響你們什麼 書面 書面嘛 動書面而已啊 好不好 然後就可以動 對對對 好不好 但你們速度要快 你們書面要快 好不好 那就動十分之一 就是九千多萬嘛對不對 你們算一算 就不簡列了啦 好不好 好 四九五十就動十分之一 五十一 五十二 中院院 你們看看你們自己的預算書 你們這個03的計畫 是預算說明 跟02的計畫說明 有多少是差不多的 你這個說明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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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不能說是每一個計畫 然後說明都差不多 反正就是預算數字不一樣 其他通通都一樣嘛 好 好 你這個說明 這個說明 就是我去看 你這個說明 你這個說明 是你這個說明 你這個說明 是你這個說明 報告委員 那個我們這個 不是不是那個 我們這個 每一所所處的那個 每年都有很仔細的那個描述 那每一所都有一本 就是他們未來一年 還有哪些是延續型 哪些是新興的計畫 都有都有的計畫書 但是在預算書裡面 你不太可能把這個通用列進來 所以如果委員需要的話 我們當然是可以提供這些資料 那我們可以用書面來說明 就是說我們詳細的那個研究計畫 我的這個案子小案包在奶公裡頭 我希望冬節十分之一是我的提案 那我要求你們提出的書面報告 來解凍的是 今年我們的25項延續性計畫 跟新增的15項研究 那個新增計畫裡頭的 跨所跨領域的這個部分 要增加一樣 新南向相關的東西 就這樣我都質詢過了 很清楚我的就很清楚 好 跨所跨領域 跟跨中心的重要研究計畫裡頭 針對南向國家的相關的基礎研究的部分 加強一下 所以十分之一 然後提書面報告就可以解凍 好 謝謝 為了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也不刪他的預算 也不要全部凍結了 比思瑤剛剛十分之一再多一點點 變成一個整數3000萬了 好了 凍結 OK了 書面就可以了 書面就可以了 送書面嘛 好不好 凍3000萬 好 補書面好不好 好 再過來是第53、54 學研合作 這個啊 太好了 我是想了解一下 我們這個學研計畫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然後對人才培育 我們有什麼幫助沒有 那國際合作呢 不是 學研合作 這是工研院與中研院的合作 你講的是那個是不是 中研院跟工研院 對 因為我們希望說 我們的一些這個研究的能量 能夠跟工研院能夠互補 結合 所以我們兩院各自提 一部分的經費 來鼓勵這樣子的合作 那裡面的合作內容 一樣是請這個同仁 雙方同仁提計畫來審查 所以每年不一樣 所以我們是匡列一部分的 經費 來支持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在計畫沒有送進來 沒有審核之前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計畫 但是 所以是要大家要申請 然後要經過雙方 兩院的共同審查 才決定說我們要 走哪一方面 我們今天通過預算 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裡面是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空白授權而已 是因為 我們會有書面報告 假如說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是以這個 譬如說 我們這邊講 以能源生技 自通三項領域 製造領域 那裡面 詳細要做哪一個項目 我想 像這種事情 每年提計畫 那個 的方向都不一樣 而且 這個 跟這個 需求 跟我們的研究 跟產業的 我們是為研究的 公共研院是產業的需求 也是 一直在變 所以 這些很難在 寫預算的時候 就編列進去 那請問一下 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過去幾年的 編列的狀況 執行率 還有一個就是說 通常你一年份的 這種計畫 你大概是什麼時候 會去審查 比如說 是不是每一年的 11月或12月 還是說 你是用動態的 就是一年裡面這樣子 這個 這個我們都想要知道 好不好 是不是說明一下 蘇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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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先簡單講一下 學術儀器器 處長陳俊厚 報告 就是他這個計畫 大概都是三年到四年 不是單年的 是一個延續性 三年到四年 那這個 本院與工業院的 合作計畫 從第一年的五個計畫 到105年 總共有一個 八個一個新提案 這樣 那這五年當中 共有六件結案 每年的執行率 大概都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是 用完為止 是 請委員支持 我請教一下 我們 在這一個 幕裡面大部分 提到都是 因為你們沒有提具體計畫 那 我只是很好奇 我們有那麼多鎖 那麼多中心 大家都會希望得到 這筆預算裡面的分配數 那誰來決定分配給誰 我們有一個 學術諮詢總會 然後 請大家寫計畫報告 然後由中研院 跟工研院的同仁 一起來審 審查 然後我們還會有一個討論 說哪一樣 是比較 在策略性 比較 適合雙方合作 雙方各自能夠出一些 共同強項來合作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 我這裡面包括你有出國啦很多 到底哪一個決定去或不去 這經費分配是 你院長說了算 還是誰去說了算 因為大家都在爭 這個是誰在分 因為我們 都沒看到細項嘛 我們主要幾個委員提 在這幾個 領域裡面都是主要問到 就是因為沒有給我們實施的細項 那到底誰來分配 我跟妳提的原因是 像文化部最近對於講補助 他就做出一個統一的審查機制出來 也不是部長一個人決定 也不是私相授受 那到底你們誰決定 整個 誰可以出去 或哪一個項目要支持 所以 陳委員講的不是 單止這一項 而是 Jano 我們所有的這些 我們都有很 很詳細的這個 很嚴謹的審查制度 這回答不了問題 這是從我們 你講到重點 比如說有人要申請出國 是什麼樣身份的人可以申請 他要先經過所裡面同意 還是所裡面跟他講 我預算只有這麼多 那我這裡面再去分配 那我這裡面再去分配 是你 做了一個各所的分配 那各所再下去去分配 你們怎麼分配 我們有一部分經費是分到各所 那有一部分經費是在學子總會這邊來做審查 譬如說博士後的這個申請 那他們就要送申請書進來 我們會找 找外面的委員來審查 我講這原因是因為有人講說 因為過去院長的他的背景 會影響到他對於某些所的愛好 我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我本來不想問了 但現在只跟你講點名了 我可以說絕對沒有這個上層的影響 你講這句話就預算就不會給你過了 就不誠實 我要替一些所叫委屈好不好 對不對 他們很多都點頭了 你自己加重結的啊 我想的 陳委員大概講的是過去的狀況 或許是這樣 但現在我想是不會有 現在是不會有這種狀況 那我們所有的主管都是最近才上任的 所以過去的狀況 大概我們也不太了解 也沒有辦法辯護 那我只能說 那個假如過去有不盡完善的地方 我們會盡量改進 那我們今後 我們絕對每一樣的計劃審查都有一個機制 絕對不是任何一個人能夠決定的 我們都有一個committee 有一個很嚴謹的機制來審查 我們會有這樣子做法 我們現在已經在做 要給院長拍拍照 對 沒有我想說最後就是剛好那個 陳昭偉提出這個問題 我想要提醒院長 我們再一次的說 往事已矮 但是未來 期望院長沒有那種 十年才Stop by 那個所一次 謝謝 我們已經去的社會所好幾次 這個 不是社會所 社會類別的這些所裡面 請把關愛的眼神也放到這邊來 不想過去這個地方 人文社會所我們所有的主管 在上任第一個禮拜 已經全部有一個tool 全部去過一次 包括很多在以前在院內 服務很久的同仁 現在變為主管 我們一併帶隊參觀所有的所 包括人文社所有的所 那也不要常常去啦 會干擾人家啦 他們的這個茶很好喝 我是不是建議院長 對不起啊 張偉對不起 我是不是建議院長 因為剛剛你的回答 回答陳昭偉的那個態度 我覺得很好 那是不是把未來這個中研院 要建立這套機制 有一個書面給我們本委員會 好不好 我覺得這樣子會更正式 好不好 謝謝 我本來是想要求說 明年有被拒絕的計畫 也送一份給我們 就他提案沒有過的給我們看 這樣我就知道 你看得懂嗎 看得懂看得懂看得懂一些 你真的會看嗎 會看會看 為了提這題會看 好啦 這個學員合作 要給他多少 趙烈 趙烈是不是 趙烈學生的意見 好啦 學員合作給他照例好了 那個 院長講到那麼誠懇好不好 對 好 記得喔 剛剛我講的這些 對 還有機制給我們 機制要做好 再來 來 五十四 五十 五十 五十六 五十七 對 對 都是 好吧 我們把這個審完 來 好 那個五十六其實就是 大家看一下 五十六其實我們講白話一點 就是你常常把這個單位的預算 移到基金來使用 這很多的數據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所謂的你們這個 你看就是我的說明裡面 這個已經超過基金收入來源 93.26% 我覺得這個部分的預算中心 我們預算中心已經多次指出 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了 我想中研院這個塊部分 是否讓我們覺得有點逃脫 脫逃想要把這些錢挪到基金 因為基金某種程度上 還可以挪用嘛 還可以往後 可以hold得住 而不用在這個所謂的 決算的這個部分算出執行率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 頗為越來越來越有多增加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還是要用凍結的方法 來做這樣的一個改善 這是我這個部分 不過陳委員好像動的更多 你動兩億喔 他寫錯了那兩千 動兩億 竟然張廖網員提醒我 我就是兩億到底 說你寫錯了 沒有寫錯 好啦 那個 好吧 那柯委員 還有吳委員 吳智陽 我的是另外一個 就是 好 沒關係 也順便講完 一起講完 好 我再講的是這個 科學研究基金裡面的 補助特種基金的部分 那我們是看到說 103年 104年 105年 連續三個年度 他的執行率都是55% 67% 還有 就是 今年的 就是到8月底 也只有不到40% 就是一直都是屬於 比較低的執行率 而且他的決算數都是 大概 3億多 4億多 2億多 這樣很少 那今年一下就編了11億 我是覺得這個跟那個 好像有點有為常理 有跟過去的這個經驗是 差很多 所以大概 你們大概 決算大概 最多大概就是 應該就是4、5億左右 感覺上 如果沒有什麼特殊情況下 那你11億的話 所以我才會講說 減掉1億 然後動二分之音 剛好就是5億 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所以我是根據你們過去的 決算率跟執行率 來提這個案子的 對 報告委員 這個裡面 一部分是台灣人整理生物資料庫 的那個 預算 那那裡的話 我今天也解釋過 就是過去我們有 疾病這組跟健康人 那疾病這組的話 跟衛福部 就是一直合作 然後本來的那個 收案的方式後來改變 一直到今年年初才開始 有正式的收案的方式 那已經跟幾個醫學中心 開始合作來收案了 所以 這是 所以那個 執行率低的原因 之一 那其他健康人那邊的話 是已經完全進入 進入狀況 而且執行的 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這個的話 就是疾病這邊的話 我們今年的 就是明年的 進度應該是 跟我們原來的 那個計畫 應該是 是能夠配合到的 那是關於 人體生物資料庫裡面的預算 那這邊還包括其他的 我就 是不是可以 誰解釋 再跟委員補充報告 這個幾乎都是我們 跟科技部 申請的專案計畫 執行率之所以這麼低 因為它是跨年的 它是從7月1號執行 到隔年的 6月30 所以它的執行率 才執行半年而已 另外的半年 是滾存到 下半年去使用 所以科技部的計畫 是這樣的實施的 這很奇怪 科技部的基金 全部都是 對阿 那你 你這執行率 是這樣子算嗎 那個 我這邊說一下 以前申請國科會 不是不是 它是科技部對不對 它的預算都是從 8月1號到隔年的 7月31號很討厭 跟我們這樣 從1月1號到12月31號是不一樣 這個常常申請 它是這樣來算 不是 那你已經經過的年度 那我們今年就不要講 今年可能很怪 那已經像103這樣子 經過 不管你從幾月開始算 我們從後面看起來 都已經 應該是回去去計算 它當年的預算的這個 執行率啊 應該不會有 應該是可以有完整的計算 為什麼還會 一定要用12月31號做標準呢 那我們怎麼知道 如果每次秀都是這種數字的話 我們怎麼知道你最後 真正的執行率是多少 那你已經從103年 那103年的事情到現在還沒有結算完啊 結算完了 那我請問你103年實際的執行率是多少呢 對嘛 這邊是不是 這邊是不是還包括升級園區 你講不出來啊 這邊是不是還包括升級園區的 沒有沒有 對不對 你講不出來嘛 那主席我這樣 我想這樣好不好 那我們就不要凍結 那我就把1億元剪掉好了 不要啦 連凍結1億都偏高了 你還要砍1億 這個喔 你103年的 開始到106年 所以你說科技部雖然8月1 8月開始 那可是假設你103年 你申請一個科技部的 8月份開始 還有一半是到104年啊 那你104年也有預算啊 也有也有申請到的啊 所以你104年也有一半啊 所以只有頭一年會影響到 後面後面幾年都不會影響到啊 只有頭兩年會影響 其他都不會影響啊 哪里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算的呢 那你104年的質疑率 為什麼也是這麼低呢 那你105年的質疑率 為什麼也是這麼低呢 就是這個 原因之一是人體生物資料庫 那個疾病那個 那部分 在本來計劃是 103104就收案了 但後來衛福部 沒有完全決定說怎麼樣收案 那個方式 後來才決定 到今年年初開始收案了 所以這就影響到103104的進度 是這樣子 這個人體資料庫 103104 那麼多 你的剩餘數 到現在為止 一共剩餘了多少錢 一共剩餘多少錢 一共剩餘多少錢 剩餘的 確實的經費 所以我不太確定 我們是有這方面資料嗎 這是執行長 這是執行長 因為 會服部對於醫學中心收案 到今年的年初才決定 回答獎委員的問題 對所以你的預算 到現在還剩下多少錢 就是會滾到基金裡面 對嘛 是我知道嘛 是2億多 對嘛 所以你現在還有2億多沒有用嘛 是 在基金裡面 所以106年你這2億多要不要用 要用 對不對 那要用 然後再加上 106年本身又編了4億 是的 對不對 你一年可以用到6億嗎 可以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倫理委員會 現在跟這些問題扯在一起 它停止你的計畫了 因為這個 那你還可以用嗎 不能用嘛 我們相信衛生福利部在 問服部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他解釋出來以後 倫理委員會不同意的話 他撤銷你的計畫 你要怎麼辦 我們考慮到像馬來西亞 已經有10萬個人的資料庫了 我們 不是那是另外一件事 是的 我知道 因為現在來講倫理委員會 是獨立機關嘛 他可以撤銷你的計畫 因為他你的計畫 是他核准的嘛 我們的 對不對 他現在已經暫時停止你的計畫了嘛 哪個 對不對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 就是衛服部解釋說 你可以做 可是倫理委員會認為是不可以的時候 你怎麼辦 這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 院長今天 早上答詢的時候說 這是兩個法律進行的問題嘛 如果是要立法院修法的話 也不是短時間那個做得到嘛 那你現在 前兩年度的預算 還有兩年多 沒有去執行 擺在基金裡面 然後你今年邊4億 加起來就有6億 然後再加上這個問題 你沒有辦法馬上解決 這個 你用不完呢 報告蔣委員 你根本用不完呢 這個有辦法解決 因為今天衛服部 也再次強調 就國家法令而言 他們才是 決定可做可不做的 最高機構 主席 因為這個試涉好幾億喔 這個不能幾秒之中處理完畢喔 所以為了 以致慎重 我們今天就先審到 這個第55案 56、57好不好 然後我們另外擇旗 中文院大家可以來的時間 這樣子暫時不定 對 就先暫時到這裡為止 好不好 繼續再加強溝通一下 中文院難得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所以那個 我們那個 何欣淳招偉說 他這個送給院長 表示第一次沒審完 他剛剛送給我的啦 我沒有審完呢 給你們吃吃甜心好了 好 謝謝謝謝 一切順心 一切順心好不好 謝謝 大家辛苦 大家辛苦 中午都沒休息 那我們再選那個 大家適合的時間喔 再來開審查 那中文院那個 就可以先退席 但我們還有把後面會議要結束 好不好 你們可以退席了 好不好 謝謝 先告一下 退席 來 跟各位報告 今天的審查結果 免以宣讀 授權意識人員 整理作為決議列入紀錄 關於今天會議作主下決議 報告及巡答完畢 委員所提書面 質詢列入紀錄 並刊登公報 對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 於兩週內送交個別委員 及本委員會 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者 從其指定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有關中研院 預算案及中研院 以部分審查完距未及審查 部分定定期繼續審查 今天我們沒有臨時提案 報告文會 今天議程處理完畢 現在休息跟各位報告 明天我們圓能會 就繼續先尋答 上一次登記還沒有尋答的 繼續尋答完 我們就審預算 中午12點到2點休息 好不好 因為有些委員中午有事情 好不好 OK 謝謝 不一定 如果上午尋答人少 上午就開始審預算 好不好 各位請注意 中午12點到2點休息 好不好 讓大家可以方便處理事情 早上9點就知道 尋答的人多不多了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不過多了 你會不會把我來吧 還沒諮詢 到不動我要了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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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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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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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